河南有王世冲 河北有窦建德 南边还有萧贤 这三股势力可是都不弱呀 我们也不弱呀 深夜时分 李渊把他的二儿子李世民叫到皇宫 跟他商量要如何一统天下 现在天下四分 要先攻打哪一个呢 当然是王世冲 可李渊也有自己的担心 如果王世冲和窦建德联合起来怎么办 王世冲在河南 窦建德在河北 中间隔了一条黄河 黄河是不好过的 还有请神容易送神难 即使他们联合了 也会互相猜忌 李渊提起了就是 前几年李世民和李建成 亲自率兵攻打洛阳 不也没打下来吗 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时河南还有李密 宇文化吉 现在只剩下王世冲一个人 反而好办 如果先拿下王世冲 把关中和河南地区连成一片 北上可以取窦建德 南下可以取消贤 那样天下尽在掌握中 李渊听得洋洋得意 他又问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那时机呢 春天不行 草没有长好 等到夏天 草长好了 马就没有问题了 统一天下的大事 就让这父子俩在这深宫中敲定好了 李渊把征讨洛阳的元帅之位 交给了李世民 并让自己的四儿子李渊基辅佐 等到夏天草长应飞 李渊亲自登台拜将 将元帅的信物交给他 父皇 为你 执将 整个唐军士气大阵 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征讨洛阳王世冲 他排兵布阵 命令得力将领攻打周边城池 自己亲率精锐直接攻打洛阳城 第一仗就要给王世冲一个下满威 李世民率领五百士兵前来挑衅 要武扬威 王世冲极为不屑 一个小儿竟然敢几百人就来挑战 太狂妄了 直接率领大军出城作战 他要生请李世民 李世民直接带着五百人往前拼杀 就在双方打的你死我活之际 周围突然赶来许多唐军 都是李世民提前设置好的埋伏 王世冲大叫不好 赶紧往回撤退 他自己侥幸逃回了城里 但是损兵折将 这第一仗王世冲败了 可这也给王世冲提了一个醒 单独依靠自己的实力很难是唐军的对手 他派人联合河北的窦剑德 两方一旦联合起来 实力会非常恐怖 可李世民是谁 是天生的战神 一高人胆大 洛阳城北五劳官 是窦剑德来救洛阳的必经之路 他要派一支精兵拿下五劳官 在那里一举消灭窦剑德 都说李渊夺取天下完全是因为李世民 李渊只是坐享其成 但他本身的御人之术也早已登峰造极 李渊召见了赵郡王李孝公 你城上的 平江南条城 字字千金 他看李孝公要吐出事情 就打断了他 这份平定江南的计划天衣无缝 当年隋阳帝跑到扬州 虽然地盘大 人口多 但是军事力量不行 又把唯一的力量派到洛阳 成了王世冲的主力 因此在军事上江南微不足道 动武势在必行 蜀地一直安定富足 又在长江上游 如果从蜀地出发沿江而下 江南一定是势如破竹 李渊十分认同这份作战计划 臣不敢鞠躬 那是李靖的条臣 臣不过转城而已 等到李渊说话停顿 李孝公才有机会把事情说了出来 李渊赶紧给他找台阶 说这些条臣你一定看过 而且同意 否则也不会呈现给我 顺势任命李孝公为奎州总管 全面负责平定江南的事业 李渊又给他递了一个台阶 还有什么考虑吗 呃 臣可否请李靖同行啊 李渊顺嘴接住 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任命李靖为长使 辅佐李孝公 等他走了 旁边站着的太子李建成大为不解 平定江南的计划都是李靖制定的 为什么不直接任命李靖呢 反而要等李孝公提出来 把这份大恩情白白送给了他 李渊开始给李建成上课 军部与陈征宫 陈子的功劳不都是君王的吗 像这样一场大仗 李靖这种大人才 要他配合好 听从孝公的指挥 那他必须要对 孝公感恩才行 这样一场大仗 他们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李建成又建议是不是赶紧召见李靖呢 李渊哈哈大笑 这个不着急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准备 他又把自己的帝王之术传授一些 给这个有点愚笨的大儿子 帝王不能总用御人之术 但是也绝不能不用御人之术 随朝的时候 李靖怀才不遇 现在我们如果对他加以重视 李靖一定全力而为 对他们李家忠心耿耿 如果每个人都怀才不遇 损失最大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朝廷 在随朝的时候 李渊确实和李靖有一些过节 可现在不同了 君臣名分已定 用不用他在我 不用他对谁都不利 用他 利他利我利他 李世民派兵墙攻落阳城 就是打不下来 王世冲守成天下一决 当年里面几十万大军攻城都不能取胜 何况只有几万军队的唐军呢 打了很多天 李世民一盘点 士兵死五千 伤八千 洛阳城依然稳如磐石 这是李世民最难的时候 军心开始涣散 窦见德率领大军就要来了 长安兵力空虚 草原十八步随时都有可能攻打长安城 前有狼后有虎 天上还有老鹰随时要袭击他 大将徐世纪态度很消极 军事疲惫 军心涣散 要不就休整 要不 可就这么回去也很可惜 洛阳城已经断粮了 饿死了几千人 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撤退 王世冲补充上粮草 这一年多的努力将赴朱东流 可还是很多将军建议返回长安 休整之后明年再来 看着这一张张颓废的脸 李世民勃然大怒 谁再敢说撤兵回长安 就杀了谁 大将们的嘴堵住了 可是心依然是颓废的 大将寻相一看李世民要败 不跟他们玩了 连夜带上自己的人马就跑了 他这一跑可连累了御迟静德 他俩都是刘武周的大将 刘武周战败后就都投降了李世民 李元吉听说后 第一时间就派人抓住了御迟静德 极尽各种羞辱 你绞了我的酒性 我绞你的头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世民耳对 他立刻让人带到大将里 并问手下 我这里还有多少钱 毕竟没有多少了 备购一箱 送到我的卧帐 好的 他一箭砍掉了御迟静德的绳子上 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卧帐之内 大丈夫讲义气 这点小误会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是不会听信谗言的 不过 如果你真想走 我也不拦你 这点钱你带什么 算是我们的一点交情 御迟静德是个直肠子 我怎么会走呢 不过 你叫我走 我就走 说完就要去利那些钱 使劲拿了拿 李世民给的太多了 实在是拿不动 索性就不走了 李世民举办了正式的酒会 给他押金 御迟静德单膝跪下 向李世民敬酒 从此对他心悦成福忠心耿耿 成为李世民的头号打手 之后不管李世民干什么 他都会一马当先 窦见德还是来了 率领十万大军 号称三十万 逼近黄河 李世民已经有了策略 他要奋兵两路 一路以齐王李元吉和去秃通为首 率领大量人马继续围困洛阳 不让王氏冲有喘息的时间 第二路由自己亲自率领 拿下五劳官 拦击斗建德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秦中宝 在 成志杰 在 宏冲吉 在 李世纪 是 你们各选六百骑兵 御师敬德 在 你率领全部铁甲军 今晚随本帅 赶往五劳官 李世民率领四千人赶往五劳官 他要在那里用这四千人干掉 拥有十万精兵的斗建德 他们跑了一天一夜 李世纪建议安营扎寨休息一下 等待后面的粮草赶上在一起行径 不行 我们必须在斗建德之前赶到五劳官 孤军深入 太危险了 李世纪伸手想牵李世民的马 被他一鞭子打开 继续疯狂赶路 现在争的就是速度 五劳官低势险药 赶到了五劳官就相当于扼住了咽喉 他们又赶了一夜路 御迟静德建议休息一下 人还能撑 但是马受不了了 再跑 马就得跑死 斗建德如果赶到五劳 他的后面就是一马拼穿 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 现在 成败的关键是我们的速度 李世民把马匹分为三队 双马为前队 强马为中队 弱马为后队 轮流休息半个时辰 前队加速 中队正常速度 后队可以放缓 但是不能停 围者立斩 他们继续玩命地跑 终于赶到了五劳官 一打听斗建德已经在附近安营扎寨 竟然没有立刻进攻 从这里可以看出 斗建德把握战机的能力 远不如李世民 李世民立刻把士兵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休息 准备接下来的硬仗 另一部分加紧修筑关口 他自己躺在草地上 让一个士兵给他掰掰腿 揉揉脚 短暂休息一下 然后就让这个士兵躺下 他亲自给这个士兵同样的掰腿揉脚 丝毫没有秦王的架子 有这样的统帅 士兵们怎能不给他拼命呢 李世民的军队都休息好了 饭也吃得饱饱了 可斗建德依然没有发现他们 有将军建议可以趁着夜黑偷袭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但李世民却否定了这个建议 他在城墙上插满了大旗 他要跟斗建德正面决战 用四千人挡我十万兵 太轻敌了吧 这也引得满营的大将们哈哈大笑 李世民这个小儿也太自不量力了 只有一个大臣没有笑 他向斗建德建议不必强取五劳官 现在唐军的主力在河南 长安城空虚 他们步入北越黄河 从井行直接攻打长安 来一个微微救赵 长安一旦受到威胁 李世民肯定会回兵救援 这样我们就可以既救下了洛阳 说不定还可以一举拿下长安 这个出主意的大臣就是魏征 我就不信 这十万人 打不过几千人 就算是纸上弹兵 那也是十万人 打几千人 这是李世民的风神之战 也是斗建德的落幕时刻 拥有十万精兵的斗建德从来不敢轻敌 他一直按兵不动 寻找战机 李世民从不害怕跟他正面作战 就怕他转头攻打长安城 关中长安的兵要么跟着自己来打洛阳了 要么跟着李进去平定江南了 关中别说 斗建德的十万兵力 就是三万也顶不住 李世民集中生智 写了一封信 大骂斗建德 说他不是自己的对手 赶紧滚回河北去 他要利用激将法 让斗建德留下来和自己战斗 为了更好地激怒斗建德 李世民一高人胆大 只带着御持靖德和一个小兵 就来下军大赢挑衅 御持 在 我拿弓 你持毛 好 就是来个百万大军 又能怎么样呢 李世民拉开弓弦 一剑就射死了一个士兵 第二剑把那封信射了过去 斗建德看完信 也不得不佩服李世民的胆量 敢孤身犯险 但是兵他是不会推的 不能叫他拿下洛亮 三足鼎立 绝不能变成了 只是两虎相争 魏征还是劝剑使用 唯威救赵之计 转头进攻长安 李世民一定会回兵救援 洛阳之危自然就解开了 王世聪的使者一听就急了 在旁边苦苦哀求 请求立刻出兵踏平五劳关 斗建德也有自己的打算 其实他是想谋求洛阳 在当时的时代 洛阳远比长安繁华得多 也重要得多 王世聪已经是强弩之末 只要打跑了李世民 他就能轻松得到洛阳城 再说了自己有十万精兵 李世民有四千人 这仗怎么想也不会输呀 魏征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被斗建德派人赶出了营帐 而此时的李世民正在打听 斗建德手下有哪些人才 他准备挖墙角了 杜如慧举荐了两个 一个是魏征 一个是张玄素 斗建德在河北深得人心 那些政策大都出自张玄素 而魏征更是贤民远伯 他跟房玄林是同窗 李世民就问房玄林对他的评价 我们虽说是同窗 可我对他了解并不多 为什么 我们不是一类人 而此时魏征干啥呢 他正在躺在床上生闷气 感叹自己这半辈子多么不容易 先是跟了李密 李密这个人心胸狭窄 后来到了河北投靠窦建德 觉得夏王明心还可以 可现在看完全听不进自己说话 当初他跟李密到长安的时候 跟唐太子李建成有过书面之缘 看来看去 夏王窦建德 郑王王世冲 长安李渊 三家李 唐应该是能成诗人 琢磨清楚这些 趁着夜深人静 魏征直接就跑了 去长安投靠李建成去了 其实所有的兵书总结起来 就是两个字 打仗之前 叫算 哦 把对方敌人的行动算明白了 你自己就好行动 开战了 就剩下一个字了 什么字 骗 李世民不愧为军事天才 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 他只用四千人就击败了 窦建德的十万精兵 并且活捉窦窦建德 他先是算 算准了窦建德着急去救援洛阳 只要发现机会 窦建德一定会果断出兵 那接下来就是骗了 李世民大张旗鼓地到黄河边上放马 目的是告诉窦建德自己没在五劳关 给他出兵的机会 等快到晚上的时候 他留下五个人和一千匹战马 自己偷偷返回五劳关 准备应战 窦建德 真的会上当吗 当然会 急着夺取五劳关 急一定上当 窦建德果然上当了 他命令全部军队 进攻五劳关 临出发前 还坐着占领洛阳的美梦 咱们河北人 也到河南的洛阳看看 洛阳可是个好地方吧 我入洛阳里 出洛阳 可不易了 窦建德十万精兵 连绵二十里 李世民亲自率兵冲杀 他率领一小队人马 绕到下军后面 打开唐军旗帜 窦建德的士兵回头 看见唐旗在阵后飘摇 迅速崩溃 唐军追出三十里 杀了三千多人 看到军队崩溃 窦建德仓皇出逃 跑得太急 不小心从马上跌落 被唐军升擒 这一仗李世民赢得非常漂亮 李世民非常热情地 接待了窦建德 英雄惜英雄 更重要的是 李世民要得到河北的人心 你如果让河北人心 龟顺大唐 我免你一死 窦建德的夫人 已经逃到了河北 我若不死 他以后不会再歧视 李世民把窦建德 装到了囚车里 直接拉到洛阳城下 让王世冲看个仔细 王世冲都傻了 那可是十万大军呀 怎么就输了 可是已至此 连军已经被消灭 他只能开门投降了 李世民彻底胜利了 此时他只有二十多岁 一战就消灭了两个乱世枭雄 唐朝一统天下的大事 基本确定 进入洛阳之后 李世民先是把军粮 全部拿出来 分发给洛阳的老百姓 让他们先勉强补服 王世冲的军队不足两万 也都发放盘缠 愿意回家的都让他们回家 至此洛阳城也安定下来了 李渊拉着他老闺蜜 陪击的手 跟他商量起更换太子的事情 二郎 立了太大的功劳 建成所以为太子 是因为他是长子 现在李世民的功劳太大了 而且两个儿子比起来 李建成的能力还是差不少了 裴继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李建成 他认为现在什么事情 都让李世民去做 自然看不到李建成的能力了 而且李世民身上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一臣看来 秦王杀气太重 裴继说的确实有道理 李世民从十几岁开始 领兵作战 功务不克 战无不胜 每一战都身先士卒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统领 可即将天下太平了 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而李世民手下的两大谋士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 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天下太平 朝廷都会言武修文 而秦王府是以武平天下的规矩 他们这些臣子的未来又在何方呢 长孙无忌不禁感叹道 现在和平到来了 曾王府 将何去何从呢 两大谋士都希望李世民更进一步 他们的未来应该不止于此 听说洛阳有个神人 叫做王远之 是王世冲和李密的老师 也许借助他的嘴能唤醒李世民的野心 果然天遂人愿 这个神人还是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秦王是太平天子 天下将因秦王为天子而太平 有这句话就够了 李世民也开始不满足秦王的称号 他开始有了成为太子的野心 天下北方已定 可在平定南方的过程中 李静遇到了问题 不能快速取胜 李渊想着能不能让李世民的军队直接开到南方 一鼓作气 拿下消险 彻底统一全国 李建成立刻反对 自己的好弟弟功劳太大了 如果再让他平定南方 他的太子之位真得让出去了 他给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攻打洛阳的士兵疲惫 现在让他们再去打南方 很容易重蹈斗建德的负责 第二长安兵力空虚 突厥随时都可能打来 应该让李世民赶紧回来守卫长安 第三能不能拿下消险并不重要 甚至李静败得更好 如果这次李静败了 那么 他对于大唐 又多了一份愧疚之情 将来一定会更尽心尽力 这头头是道的分析 不禁让李渊赞叹 果然是好儿子 看得够远 李世民终于要回到长安了 新的更惨烈的纷争也要开始了 我要赐秦王三个筑钱炉 随他的意 筑多少都可以 李世民功劳太大了 李渊给了他巨大封赏 富是富 我还要赐你贵 我赐你为天策上将 位在秦王公爵之上 三公之二的司徒 增益到两万户 我还要赐你权势 天策上将 可开天策府 可以自设官署 并且我再赐你为 闪东道大星台 上书令 周围的文武大臣们全部震惊了 李渊吉都睁大了双眼 这个风赏实在是太大了 要钱有钱 要贵有贵 还允许自设官署 这不就是一个小朝廷吗 太子的谋臣们脸都黑了 他们开始劝谐太子 一定要小心秦王 最开心的莫过于李渊了 他一直相信上阵父子兵 没想到自己的二儿子这么争气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平定天下 这世上还有比看到自己儿子 公成明就更高兴的事情了 自古美女爱英雄 李渊吉的妃子一眼就看上了李世民 对着他微微一笑 李世民的魂就被勾走了 两个人就在李渊吉的眼皮底下 眉目传情 互生情愫 李渊光顾着高兴 可没注意几个儿子之间 已经开始暗暗较劲 他听说玉池静德万人之中 夺人羌毛 如同儿戏 非要现场看看 齐王李渊吉看着二哥一伙人出见了风头 非要站出来灭灭他们的气焰 他要和玉池静德鄙视一番 我看谁能从我齐王手中夺走 只见玉池静德不停地退 来 来 来呀 来呀 一瞬间 枪毛就已经到了玉池静德手里 就连李渊都没看清楚怎么过去了 李渊吉气愤地拿起枪毛就往上刺 这回玉池静德也不伴猪吃老虎 直接单手抓住枪杆 用身体一顶 李渊吉就飞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他的夫人都嫌他丢人 转过了头 李渊吉彻底恼怒了 非要换上枪头 他要跟玉池静德一名相搏 可没过两招 枪毛又被夺了过去 玉池静德也不惯着他 一使劲 把枪毛扔了出去 正好扎在李渊吉身后的柱子上 这次宴会上 李世民和他的手下们出尽了风头 太子李建成的谋士们也开始正视李世民的威胁 尤其是魏征 一是天侧府有权助前 于是就有了京士记民的能力 二是天侧府有社官署之权 这等于是朝廷当中有了个小朝廷 第三 秦王为闪东到大行台加上书令 这等于有了同官以东的治权 这三点分开说已经够厉害了 现在三者和其一 朝廷已经没有力量挟制 秦王可夺大唐 这大唐尚可夺太子之位 我们连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了 李渊竟然要杀贤民的窦剑阁 却放了心胸狭窄的王世冲 这是为什么呢 王世冲毕竟是前朝贵族 变为平民就可以了 窦剑德 不可与王世冲同意而已 他是草莽 当战 李世冥却完全不同意他爹的观点 王世冲心胸狭窄 河南的将领都背叛他 杀了他也不会引起河南的动荡 而窦剑德深得河北人心 杀了他河北避乱 李渊还是坚持要杀 他遣散了大臣们 把李世冥和李建成叫到了一起 告诉他们打天下的时候 为了稳住一方势力 可以考虑民心 而得了天下 则正统为重要 让他承认你是正统 当年靖阳起兵的时候 李渊就是利用了正统 不能让别人说是造反 他举的就是尊随的旗号 尊阳广为太上皇 拥护在长安的杨幼为皇帝 然后杨幼再善让给他 这样唐是继承随的 随幼是继承周的 他这一脉下来就是正统 这套理论忽悠的太子李建成 频频点头 可李世冥可不吃他爹这一套 我还是觉得 杀窦建德不同 你啊 你就不要再想了 窦建德终于还是要被杀了 整个长安城的人都来观看 就在要行刑时 魏征来了 他要来送雇主一程 魏征无力相救 请雇主一路好走 我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忠心啊 在长安百姓的观望下 一代萧雄就此落幕 这是魏征送走的第二任主公 第一任李敏也是他送走的 第三任主公李建成也快了 事情果然如李世民预料的那样 窦建德一死 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顿时不干了 当年窦建德俘虏了李渊的弟弟李神通 待若上兵 后来还放还给了他们 可他们这次却把夏王杀了 很不讲道义 夏王队咱们不薄 叫他们杀了 咱们应该是报仇才对啊 于是他们拥护刘黑他为主帅 重新作乱 有窦建德的明星在 再加上刘黑他的勇猛 没用多长时间 河北又重新被占领了 李世民只能主动请英 再次领兵平定河北 经过惨烈的战斗 牺牲了几员心腹大将之后 终于再次平定了河北 刘黑他带着一个随从逃往的突厥 李世民凯旋而归 他按照大唐武德律 又交回了兵权 可依然受到太子和齐王的记痕 二哥 总有机会拿到统兵权 他一拿到统兵权 我们要是有什么动作 他一定用兵权压制我们 他们也要想办法弄到兵权 不久机会就来了 刘黑他借助突厥的力量 卷土重来 河北又被他收回去大阪 这回李世民还有机会平定河北 太子李建成的功劳 并不比李世民低 是天下人都误解了李建成 太子协助陛下治理天下 诸王领兵出征 各有各的功劳 朝堂之上日理万机 功在整体 诸王出征 功在具体 哎呀 只是这样的道理 没办法一个一个去说服天下人 那 如何是好了 魏征娓娓到来 天下即将要平定 战功的机会不多了 刘黑他这次复出 说明秦王功劳并不彻底 刘黑他再次叛乱 势力已经很弱了 这时候如果向李渊请战 就能轻松消灭刘黑他 获得平定河北的战功 天下言论必定站在太子这边 而且同关以东都是秦王的地盘 太子这次东征 必定结识山东河北一带的英才 拥有自己的地方势力 这才是与秦王抗衡的上策 最后魏征提醒李建成 房玄陵 杜如慧 长孙无忌这些都是天下英才 而李世民还不满足 还在到处收集人才 再不培养自己的势力对抗李世民 那就危险了 有了魏征这些谋士不停的劝谨 两兄弟惨烈的皇位争夺战终于开始了 在李建成的请求下 果然获得了征讨河北的机会 手下人非常高兴 这回咱们总算有自己的统兵权了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 这次李建成征讨河北 其实属于抢夺李世民的胜利果实 在李世民征讨河北时 已经把刘黑榻打残了 打得他几乎全军覆没 此次的刘黑榻兵力很弱 面对李建成的王者之师 不堪一击 李建成一鼓作气 轻松平定河北 活捉刘黑榻 也立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战功 李渊处理这些割据政权首领 一向主杀 他专门送来书信 让李建成把这些抓到的河北将领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魏征提出了反对意见 河北久经战乱 斩尽杀绝就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反叛 河北应该需要安抚 不仅河北 现在整个天下都需要安抚 殿下迟早要军临天下 就要更多的赢得一些人心啊 可李渊那边怎么办 李建成发起了仇 只要殿下的决策对天下有利 陛下一定会谅解的 更何况 将在外 要因时至于 李建成也很果断 他听从了魏征的建议 除了刘黑榻 其他被抓住的河北将军们全部释放 而刘黑榻作为首额 把他斩首示众 也算是给了李渊一个交代 李渊此时最大的威胁不是外敌 而是他的三个好儿子 从晋阳起兵到现在 太子 秦王 齐一王 都有很多自己的军队 儿子们手里有军队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 李渊想重新修整律法制度 主要目的是收回他三个儿子的军队 以防之后会发生什么意外 而太子李建成呢 刚刚平定完留黑榻 就开始琢磨怎么培养自己的士兵 对付自己好弟弟了 他现在跟齐王李渊级的力量加起来 大概有一千多府兵可以用 李世民那边在长安大概不到八百人 李建成还是感觉太少了 我们只比秦王多出几百人 不够 不够啊 手下大臣出主意 现在长安有很多无赖少年 把他们征集起来也不可小看 那些流氓怎么能用啊 正是流氓才好 给多少钱 他就做多少事 手下大臣娓娓道来 你给他钱去打秦王府 他就去打秦王府 不是流氓反而难办了 你说让他打秦王府 他就会问你 你为什么要打秦王府啊 你说难办不难办 李建成感觉很有道理 准备回到长安就征集这些人 给他们东宫长林门警卫的名义 这就是长林兵 等李建成回到了长安 当着文武百官和自己三个好儿子的面 李渊正式颁布了大唐律令 按照新的律令 所有兵权都要交还给朝廷 除了一些侍卫 不允许有私人军队 率先反应过来的就是齐王李渊级 他第一个找到李渊 心甘情愿地把手里的军队都交了出来 儿臣手下就有三万五千士兵 愿立刻交给父皇 这一波李渊级的操作好感度拉满 让李渊非常满意 李建成反应就慢多了 还在和自己谋士们商量 魏征看得比较透 军队权力的不同意 早晚是朝廷的忧患 太子迟早要继承大统 现在由李渊完成军权的统一 这总比太子继位之后 在完成要有力得多 所以他劝李建成要多多支持 反应最慢的就是李世民了 交出军队 对他们非常不利 长孙无忌赶紧劝谏 有力无力咱们回头再说 不过这个事 殿下最好还是赶快进攻 向陛下表明态度 李世民赶紧进攻 恰巧碰到匆匆而来的李建成 他们两个也都不约而同地 把军权交还给了李渊 李渊高兴一场 军权在手 他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李渊带着李世民和李渊吉 离开了长安城 来到了任志宫 左拥右抱 休养生息 李世民看着好色诚信的父亲 不由地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难过 自己小声嘟囔的话 让李渊吉听到了 立刻告诉了李渊 李渊听到后勃然大怒 感觉羞愧难当 这不是拿自己的原配夫人 羞辱自己的吗 李世民低着头 从众舞女中间穿过 无奈地离开了 李渊吉洋洋得意 李渊气愤难当 就这样 只要有机会 李渊吉就离间父子之间的感情 李渊也越来越不信任李世民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 留在长安城监国 他也不安分 利用自己监国的权利 偷偷从长安运送 二百副盔甲到庆州 庆州都督杨文干之前 是自己的侍卫 属于自己的嫡系 要不断给他增加实力 一旦跟李世民火拼 这些就是自己强大的后盾 负责押送盔甲的是 太子府的尔珠焕和乔公山 可这件事哪有那么容易 路上要经过宾州 宾州是李世民的地盘 结果被李世民的人抓个正着 李世民的人何等的聪明 对这两个人威逼利用 私自押送盔甲在唐朝 是谋反大罪 这事又牵涉到太子 你们是当然的替罪羊 李世民的人给他俩出主 这件事如果和太子联系起来 那就是太子谋反 你们都跑不了 不如主动去找李渊告命 把这些事都推在杨文干的身上 说不定皇帝还奖赏你们了 这两个人也是头脑简单 不停地连连点头 连夜就跑到了仁志宫 把运送盔甲的事情都跟李渊说了 李渊也是全谋的高手 他立刻做了四个动作 第一让这两人留在深宫 不能随意离开 不让消息外显 第二下诏让太子赶紧过来 赵太子 就说我弃病发作 叫他尽快送些药来 第三他亲自书写了一道手势 立刻戒严仁志宫 没有我的手势 任何人不准出入 第四他叫来进军将军宇文尹 让他去庆州把杨文干带来 并嘱咐 记住 不要说 有人告发的事 太子李渊成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消息 惊慌失措 让谋士们纷纷出主意 接下来该怎么办 魏征建议要实话实说 就说是为了防备李世民 不得不做一些准备 绝对没有谋反的事情 只要接下来杨文干没啥动作 那么这件事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李渊成身以为然 立刻带着二百侍卫赶往人志宫 到了山脚下 他让这二百人都留下 自己只身前往 以表诚意 可就在他跟自己的父亲诚心认错的时候 传来消息 杨文干反了 李渊成的嫡系杨文干反了 李渊很慌张 立刻囚禁了李建成 并且把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叫来 让他亲自领兵去平灭杨文干 李世民不以为然 应杨文干 派个将军去就是 不 你可不能小瞧这个杨文干 他如果确实与太子有干系的话 别人是拿不下他的 此时李建成的势力也非常强大 河北地带都是他的地盘 一旦这些势力范围和杨文干联合起来 再加上太子的名义 整个唐朝就危险了 而能评判这件事的只有大唐战神李世民 为此李渊又犯了老毛病 不停地给李世民画大饼 承诺只要他灭了杨文干 就立他为太子 李世民听了干劲十足 带领自己的将军们开心地杀往庆舟 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危在旦夕 可李渊吉出手了 他认为私藏盔甲这是小事 搜查起来 秦王府也会有的 他分析整个事情非常蹊跷 疑点重重 押送盔甲的兵将 为什么上山告别 杨文干 又是怎么得到了消息 于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什么 若是于文颖把有人告发的事情说了 那肯定会激起杨文干铤而走险的 李渊吉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李世民 于文颖去庆舟之前确实见过李世民 他怀疑这一切都是李世民在背后谋划的 可惜李渊吉没有证据 可心思巧妙地他做了一个预测 只要等杨文干和于文颖一死 就清楚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会杀他们两个灭口 后宫妃嫔闷纷纷前来给李建成说情 声味俱下 弄得李渊很是心烦 这时侍卫传来消息 李世民马到成功 轻松平定了叛乱 杨文干呢 被秦王斩于阵前 于文颖呢 死于乱剑之下 果然云肉 一直困扰李渊的谜团豁然开朗 这一切都是李世民搞的鬼 是他的人逼迫尔朱焕和乔公山告密 是他勾结于文颖泄命 逼迫杨文干不得不起兵谋反 从而连累李建成失去太子之位 他自己趁机上位 明白了这一切的李渊又能如何呢 都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只能把三人叫在一起 小之以情动之以礼 希望三人看在是亲兄弟的面子上 化干戈为玉伯 和平相处 他又恢复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把承诺李世民当太子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的做法再次加剧了兄弟之间的矛盾 就在这时 传来消息突厥三万大军已经南下 几天时间就会到达长安 李渊立刻做了紧急部署 李建在蒲州有多少人吗 五千 传令李建 草原十八部到蒲州不许出击 十八部过后领军跟进 随时做好准备 从后面袭击他 长安现在只有不到一万人 李渊立刻让人全部集结 在渭水南岸不妨戒备 接下来就要选择领军抗敌的统帅了 李建成主动请您 陛下 我愿领兵征讨草原十八部 李渊开心得不得了 刚要举手同意 或者领兵防守长安 笑容立刻凝固在了脸上 满脸的失望 如今长安有难 唐朝有难 作为未来继承人的李建成只会逃避 又懦弱又胆小 他看了看李世民 又看了看李建成 沉思良久 没有办法 危难时刻 还得指望自己的二儿子 命秦王为征讨新军大总管 是 淮安王为新军总管 领州都督李道宗回复 我命你们 率长安全部人马 三天后必须出发 走继续吧 是 李世民接受完命令 不敢耽搁 立刻就去准备了 此时长安有三十万人口 五口之家出一人 可以集结六万名兵 李渊给这些老百姓发放武器 让他们轮流守卫长安 每次李渊想到突厥 就寝食南安 忧心忡忡 长安城离突厥草原太近了 无险可守 对方又是骑兵 随时都能轻松到达长安城下 李建成建议迁都 不如搬到有闲可依的地方 南北朝时 北方强悍 南朝弱小 但就是依托地利优势 苟延残喘上百年 都没被北朝吞并 李渊也认同这个想法 只是不知在哪里合适啊 以微臣来看 草原十八步 无法追过太白山 而山南湘州 北祖大山 十八步无法穿越 而臣以为可行 这件事由裴继全权负责 李建成也开心异常 如果迁都 哪些人先去 哪些人后去 这是一个技术活 到时候现有的政治格局 就会被打破 他就能在新都城 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 把倾向于李世民的官员 都留在长安 李世民知道后 果然大怒 南朝确实是苟活了上百年 但那是半壁江山呀 他立刻找到李渊 陛下 迁都这事万万不可 大唐从拢诱到关中 到河东到河北 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防线 一旦迁都 这条防线必然被破坏 变相就是舍弃长安城 舍弃关中 甚至会丢了整个北方 李渊也知道这些 可突厥太强大了 就是打不过他们 又能怎么办呢 李世民痛心疾首 陛下 当年获去病 年仅十八岁就发出 匈奴不灭 何以家为的好言 今天 世民 当众发誓 天地共建 何时草原十八部来犯 儿臣领兵抗击 无论 敌军多挂 儿臣 万死 不死 李渊也被这番豪言壮语所感动 迁都之事就此作罢 迁都 不是 抗制秦王府的好办法 还不如派人直接杀了秦王 杀一人可以立天下 就可行 李世民在前线跟突厥骑兵死拼 而李建成不想着怎么先打退突厥 却一直在想着怎么算计李世民 魏征甚至提出刺杀李世民的方案 李渊极主动请因 他要想办法除掉李世民 在前线 连下了十几天大雨 众将纷纷抱怨 这么大的雨 把马蹄子都泡软了 这仗怎么打呀 李世民把营地扎在了低处 如今大雨连连 整个营地都被淹了 再这么下去 一旦突厥发起冲击 自己就会非常危险 与其等着被打 不如直接领兵出击 李世民点起一百人 冒着大雨 直接杀向了突厥大营 他要靠这一百人打退突厥三万骑兵 李世民见到协力可汗 毕正言辞 唐朝定期向突厥 敬献美女财宝粮食 而突厥却不遵守承诺突袭长安 此等行为背信弃义 他还要和协力可汗单条 我要和你单独对抗 如果你发兵 我就用这一百人 和你的全体人对抗 协力可汗也不傻 他才不和李世民单条呢 李世民见他不上当 直接单独叫走了旁边的 突厥可汗 两个人跑到一边说悄悄话 弄得协力可汗非常惊慌 突厥是上任老可汗的儿子 本来突厥大汉的位置应该是突厥的 但是协力可汗趁机夺取了可汗位置 只给了突厥很小的部落 他都一直猜忌突厥 这次见到突厥和李世民 当着自己的面说悄悄话 不知道他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旦他们两个人勾结在一起 自己凶多吉少 与其这样 不如直接退兵 李世民利用的就是他们内部的猜忌 突厥骑兵非常强大 现在的唐军还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早晚有一天 李世民将彻底把突厥打退 如今他领着一百人 在大雨中静静地站着 都没动 动了 他们就怀疑了 就这样 李世民靠一百人 利用对方的猜忌心理 成功下退了这次突厥的进攻 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李世民回到长安 按照大唐律法 又把兵符还给了朝廷 他再次失去了兵权 打了胜仗的李世民还没开心多久 就传来消息说 自己最重要的谋臣杜如会被打了 打人的是李渊的宠妃 张杰鱼的父亲张国障 李世民也没办法 只能去找自己老爹告状 结果到那发现张杰鱼已经提前到了 对方恶人先告状 硬是说是杜如会骑马硬闯国丈夫 胡乱打人 气愤的李世民死死地盯着张杰鱼 当众拆穿了他的谎言 对方自知李亏 扭头甩脸就走了 李渊也没有多说什么 满身是伤的杜如会躺在床上 腿被打折了 不能动弹 御池尽得性子急 就想领着兵直接打回国丈夫 房玄玲遇事沉着 想写奏折上书弹和张国障 但是都被李世民拦了下来 他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他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张杰鱼 感动秦王府 我看这事先放了 看看有什么变化 谁在幕后看清楚 我看 无非是太子和齐王 背后果然是太子李建成 这次只是给秦王府的蜀官们一个教训 但不会影响李世民的根基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尚书皇帝 把秦王府的这些蜀官们 举荐到朝廷做官 按照律法 朝廷的官员不允许与秦王来往 这是要让李世民成为孤家寡人 很快圣旨就下来了 这一招确实把李世民打疼了 把李世民逼到了悬崖边上 而此时离选五门之便还有二十一天 秦王府的蜀官们很着急 他们意识到风险已经来临 程咬金决定缓刀刃 冒着抗旨的风险留在长安城 等着反击 房玄龄和杜如慧也开始四处奔走 现在留在李世民身边的 只有御池靖德 李建成也没放过他 先是派人给他送去了 大量的金银财宝 要用金钱收买他 御池靖德笑呵呵地 直接把这些人赶走了 既然收买不成 李建成又派去了刺客 在深夜去刺杀 御池靖德坦胸漏乳 大开房门 这样的气势愣是把刺客吓跑了 李元吉终于要下手了 他以兄弟团聚的名义 邀请李世民参加宴会 这是齐王李元吉 离皇帝为最近的一次 结果让自己貌美如仙的媳妇搅黄了 他邀请大哥李建成 和二哥李元吉来到宴会 让手下人准备了两壶酒 一壶给太子李建成 里面下的是慢性毒药 准备慢慢毒死他 另外一壶是给李世民的 里面下的是烈性毒药 喝一杯必死 李元吉的夫人杨氏 自从看到李世民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这个二哥 对他方心暗许 知道这次自己丈夫要下毒毒害李世民 他赶紧跑过来敬酒 并且用眼神暗示酒水有毒 李世民心领神会 立刻换了一杯没毒的 李元吉一看自己二哥没喝毒酒 亲自来劝酒 李世民知道自己不喝毒酒 是活着离不开这里的 他没办法 把酒慢慢地端向了嘴边 在一旁舞蹈的杨氏一下子急了 他急忙拿下了头上的簪子扔在地上 假装脚踩在簪子上受伤摔倒 疯狂地向李世民摇头示意 李世民也顾不得那么多 果断抿了一口毒酒 赶到天旋地转 晕了过去 旁边一同参加宴会的李神通 跑到李世民身边 不停地呼唤他 李世民趁机握住他的手 狠狠地掐了李神通一把 对方也很聪明 心领神会 把李世民抬到肩膀上 就疯狂地跑了出去 李元吉认为此次李世民必死 也就没有阻拦 这毒酒太厉害了 虽然只抿了一口 但也吐血不止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好生休养 几天就能恢复健康 这可难为坏了老父亲李元 他举着自己的双手 左看看右看看 都是自己的亲儿子 自己该怎么抉择呢 两只手 让你选一只 你选那只 陛下 选来做什么 选来 选来砍掉 我 我 我不知道 李元也不知道呀 一个是当了九年太子的大儿子 一个是平定北方立下无数战功的二儿子 要选择干掉一个 怎么能下得去手呢 等李世民身体好一些了 李元把他叫到了跟前 问他该怎么避免兄弟相争 李世民主动申请免去自己的秦王名号和尚书令官职 如果此时李元顺坡下令 没准还能避免以后的惨局 可李元又害怕被天下议论 静阳起兵 你是参与谋划的人 听我说 以武力统一天下 你里的功劳无数 一个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皇子 我把他的一切职务都免去了 这肯定要遭到各种议论 李元决定破国安家 让李世民去洛阳 见天子惊奇 陕州以东归李世民统领 这就相当于把天下一分为二 李建成和李世民各占一半 李建成在长安 李世民在洛阳 而李建成在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要是父皇百年之后 我们与他开战 有取胜的把握吗 唉 想都别想 李世民的地盘在山东 山东地广人众 又可以控制江南 李建成的地盘在关中 最多加上蜀地 河东 龙幼 力量根本和李世民没法比 一定要把二哥留在长安 他在山东 他是只虎啊 在长安 就只是只狗 于是李建成以退为进 主动向李渊申请自贬为蜀王 远离兄弟相争的局面 李渊和自己的老闺蜜 陪继商量了很久 最终还是让李建成当太子 还让李世民留在了长安城 李渊再一次誓言 而此事突厥 骑兵又来了 这次他们进攻的目标是乌城 谁去迎战呢 以前都是李世民去领兵抵挡 这次李建成举荐自己的弟弟李渊吉 军功总不能竟是一人的 李渊吉成功获得了迎战突厥的机会 也就获得了兵权 而且这次他们打算把李世民的五职员员全部调过来 李渊吉甚至想好了弄死玉池静德的一万种方法 玉池静德 你死气到了 我们是回来做掉秦王 还是现在 李建成害怕夜长梦多 他决定在临走前 在昆明池举行践行会 借此彻底把李世民做掉 而李渊吉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这么积极帮助自己大哥 也是为了自己能当皇帝 他一方面给突厥克汗送去中 请求他们退兵 另外一方面准备在践行会上 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起干掉 到时 同时动手 一个不留 李建成拿出无数绫罗绸缎 收买长安城的地痞流氓 他要做最后的动员 要跟李世民决议死战 同时他上述父亲李渊 把李世民身边最能打的武将 秦琼和御池静德 都调到了李渊吉障下 不断分化李世民的力量 而李建成的这些动作 李世民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在李建成府中暗藏了很多密探 无论对方有什么阴谋诡计 这些密探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 可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被调走了 唯一留下的只有长孙吴静 李世民决定展开反击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拜访一个人 我要去见李静将军 有他的支持 局面会大不一样 大唐战神李静有多圆滑 李世民打算发动玄武民之变 第一个拜访的就是李静 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 如果我要将军助我一臂之力 沙场吗 将军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李静沉思片刻 不禁问道 殿下 允许我置身事外 李世民也没办法 只能答应这个请求 如果将军保持中立 再好不过 等李世民走后 李静官启门和自己夫人聊天 他希望此次李世民能安然无恙 他夫人不禁问起来 如果太子胜了呢 那我也是朝中的忠臣了 夫妻两位人不禁对视一笑 不管谁赢谁输 李静都将是日后朝廷最重要的将军 屁立不倒 第二天就要去参加剑行宴会了 这种宴会不能不去 可去了就会被杀 李世民不知道该怎么办 长孙无忌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办法 东宫和太极宫离得非常近 齐王又住在武德殿 两人来往宫禁非常频繁 不如写个密奏 就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说他们淫乱后宫 陛下追究起来 也要费些日子 一拖 我们就来得及动手了 此时宫里传来消息 让李世民立刻进宫 原来李渊收到紧急密奏 说是李世民要谋反 李渊直接把那封密奏拿给他看 惊出李世民一身冷汗 此时李渊已经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之心 显得咄咄逼人 对他的争辩置之不已 就在李渊准备对李世民采取措施时 长孙无忌的密奏也到了 李渊展开一看 是说自己被虑了 也顾不得李世民了 就先让他离开了宫殿 李渊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第二天早上把三个儿子都叫来 要当面对质 李世民回去之后 也后怕不已 被诬陷谋反那可是大罪 玉池竟得在旁边不停地拱火 管他诬陷不诬 命在旦夕 咱们动手吧 长孙无忌也同意立刻行动 养兵天意 用兵一时 我来替你联络 不干择义 干 就干不可以鱼死网破 李世民终于下决心了 他立刻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凡是之前在秦王府 和天策府干过的辅寥 马上过来 第二派人去洛阳 让区突通 张亮戒备 随时准备战斗 第三通知同关以东 暗中集结兵马 一旦遇到不测 他们就撤到关东 拉起军队造反 该来的人都来了 唯独不见房玄陵和杜如慧 他俩还在紧记皇帝的命运 朝廷官员不能和亲王见面 这把李世民气坏了 平时就他俩蹦得欢 现在万分紧急时刻 他俩却躲了 李世民直接拿出宝剑给御持静德 让他再去叫房玄陵和杜如慧 如果他俩再不来 就把他俩的脑袋取下来 这俩人得知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 换了道士的衣服还是来 所有人才全部到齐 轰轰烈烈的玄武门之变要开始了 玄武门之变前夕 李世民还在犹豫 在长安城 李建成势力强大 他有金师捅兵权 东宫侍卫也有两千人马 习王李元吉也刚刚获得征讨突厥的兵权 而秦王府只有区区八百名侍卫 用这八百人去造反 无疑以卵击时 李世民的手下们群情激愤 大家都想搏一把 八百人就八百人 八百人先下手为强 殿下动手 对 看着属下们如此积极 李世民只能点头答应了 李世民的这些属下可不是卯服 激动归激动 他们可不会领着八百人直接冲杀 防谋杜断发挥了最大的威力 如果我们明早 能将府中的八百人 偷运进皇城 那打起来 胜算才会在我们这边 而且还能将太子和秦王的军队 隔离在皇城外面 今晚守卫玄武门的是常河将军 常河表面是李建成的人 实际他是李世民的人 这样就解决了八百人 进皇宫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皇宫里面有大量精锐的禁卫军 这些都是忠诚于李渊的人 怎么解决这些禁卫军呢 长孙无忌给出了答案 那我们的八百人 就必须要赶在齐王和太子之前 挟持陛下 对 说得对啊 李世民只是听着大家主意 最后拍板 方谋都断 就这么定了 所有属下都跪下高呼 李世民就是天子 其中一个人激动万分 马上就要拿两个乌龟壳起挂 备掌孙无忌一脚踹飞 气什么挂 李世民还在徘徊 最后由他的夫人长孙氏一锤定音 这件事必须得干 长孙氏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唐以孝要识天下 若伤残到陛下 殿下如何向天下交代 玉池竟得挺身而出 我来做恶人 殿下来做好人 明天在陛下面前 如果不成 我赵福兵 逼着陛下 答应殿下做太子 有什么对不住的 算得我头上好了 所有能想到的风险 大家都积极找到了解决办法 李世民也不再迟疑了 拔出宝剑 所有人的手搭在一起 万众一心 决定开干 李世民沐浴更衣 梳西打扮之后 去见了玄武门之变中 最关键的那个人 长河 玄武门的职守 只有他才能把八百人放进去 最后李世民又给所有人 梳理了一下行动方案 进入玄武门 侯军级率领伏兵埋伏在海池边 李世民把皇帝李渊 骗到海池的船上 逼迫李渊 废出太子和齐王 这件事就算成功了 玄武门之变终于爆发了 秦王李世民手里只有八百人 还要留下一百人 看守秦王府 由房玄陵渡如会统领 长松无忌 在 玉石敬德 在 秦书宝 在 这些人将跟随李世民 杀进玄武门 功成名就 很多人的名字 也都刻在了林年阁上 高士连主动申请去长安大牢 将囚徒释放武装起来 增加他们的力量 囚徒 你放心吧 夜深人近十分 这七百人 口闲木棍 用不把马蹄裹住 保持最大程度的安静 长孙是哄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已经入睡 他拔出宝剑 随时做着准备 一旦失败 就用这把剑结束 自己和两个儿子的幸运 玄武门之守长河 往门轴里倒了很多油 保证开门的时候 不发出声响 李世民的人终于来了 他们模拟鸟叫的声音 等了很久 对面的玄武门 才发出同样的鸟叫声 以作回应 长河果然没有辜负 李世民的信任 他悄悄地打开城门 把李世民这七百人的队伍 放进了皇宫 李世民的第一步 作战计划成功 他不敢休息片刻 让一部分士兵 埋伏在玄武门周围 自己带着另外一部分士兵 匆忙赶往两一殿 他要在不惊动进军的情况下 挟持助理员 这个环节不能出一点差错 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李世民见到自己的父亲 直接脱掉了外面的衣服 露出了铠甲 李渊大惊 你这是要干什么 李世民也不废话 直接驾着自己老爹 就往海石的方向走 在路上 李渊还以为是两兄弟之间 正常的争吵 还想着祸悉尼调和呢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今天我们讲好了 你们兄弟之间 就不要再生气了 李世民可没有心思 听李渊废话 他一使劲就把李渊拉到船上 立刻让船夫开船 彻底隔断李渊和禁卫军的联系 此时李渊才发现情况不对 大声呼叫卫兵 来人哪 来人哪 可卫兵们没来 长孙无忌拎着宝剑来了 李世民成功劫持李渊 第二步作战计划成功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 能否快速拿到李建成和李渊吉的人头 他马不停蹄来到玄武门 埋伏起来 准备给他大哥和三弟致命一击 不知道有诈的李建成和李渊吉骑着马慢悠悠走 他十分信任长河 这是他的心腹爱将 有长河在 他在玄武门就是安全的 同时为了保险起见 他把一半兵符交给了长河 用这半枚兵符就能调动自己的长邻军 以备不时之需 李建成终于走进了玄武门 玄武门之便终于到了尾声 李建成和李世民走进了玄武门 大门立刻被关上了 等他俩发现异常 玉池靖德已经提着武器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周围埋伏的秦王府卫兵禁术而出 而李世民也骑着大马自信而来 大哥 我来敷厌了 他们兄弟之间再也无话 都是干净利落之人 此刻时间就是生命 李世民立刻弯弓搭建 设向了自己的大哥和三弟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他俩的人头 玄武门之便的第三步作战计划成功 这还不是最后的胜利 他还要逼迫李渊交出全国军队的兵权 只有全国兵权在手 才能高枕无忧 李世民跪在李渊的面前 放声大哭 父亲 死个儿子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 这就是得天下的代价吗 哭归哭 要求还是要提的 我要 解释 天下兵马 李渊瘫软在地上 事到如今 主导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中了 他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李世民终于当上太子 整个朝廷给他举办了盛大的典礼 他梳着一对那炸头 端坐在朝堂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的这些手下们 冒着生命危险 发动叛乱 也都得到了巨大的收获 大堂皇帝令 命长孙无忌 臣赞 为太子公 左肃子 所有支持李世民的人 官职都升了一级 大家都很高兴 只有李世民的大儿子李成前不开心 我以后不当太子 为什么 因为安禄王和何东王他们 都不找我玩了 你做了太子 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了 可他们也不来找我玩了 安禄王和何东王都是李建成的儿子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不仅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还把他们的儿子杀得干干净净 一共十个 一个活口都没留 这些都是他的亲侄子 李成前被自己父亲残忍吓坏了 哭着不要做太子 长孙是好生安慰他 说着做太子的种种好处 当了太子之后就能当皇帝 就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会受全天下的敬仰和朝拜 那那时候母亲和父亲还在吗 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父亲 从此之后 玄武门之变好像开启了一个魔咒 萦绕在每个唐朝皇帝身上 要么父子相残 要么兄弟相杀 要么母子相害 一桩桩一剑剑 循环往复 年延上百年 玄武门被杀的李建成 他的手下大臣有多厉害呢 李世民问他几个亲信 以后最大的敌人就是突厥 整个朝廷谁最熟悉突厥的战法 李靖将军最为熟悉 李毅将军辞职 说起来啊 薛万彻最熟悉 可惜 他跑掉了 这三个人 李靖一直是中立状态 李毅元明叫做罗毅 他和薛万彻是铁胆的李建成亲信 这还是武将 文臣忠 王归 韦庭也都是不识出的奇才 房玄灵 玉池静德都劝李世民要不计前嫌 重用这些人才 我看 如果 殿下不计前嫌 最应该找回来的就是 薛万彻 李世民向来求贤若渴 听到薛万彻这么厉害 立刻就让玉池静德找来 这可难为坏了他 玄武门那天 我和他决一死战 如果我去找他 他就藏得更找不着了 在场的都是秦王府的旧臣 谁去找都不合适 玉池静德举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最合适 他就是李静 李静之前一直是中立派 在玄武门之变中并没有帮李世民的忙 现在尘埃落地 他非常乐意为李世民奔走 李静带着红府女 昆仑奴来到中南山 找到了躲藏的薛万彻 传达了李世民的态度 并亲自带来了李世民的手命 薛万彻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没想到居然被赦免了 高兴异常 从此对李世民忠心耿耿 李建成留下的旧臣中 能力最强的是魏征 可是他换主攻的频率太快 秦王府旧臣都不喜欢他 没人保举他 魏征只能在简陋的屋子里一边酿酒 一边发着牢骚 差一天 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他妻子劝他回河北老家读书重点 远离这是非之地 可魏征不甘心 他虽然之前一直劝李建成要趁早杀了李世民 可他还是觉得李世民会重用他 就在此时 来了一伙卫兵 李世民终于要召见他了 生死再次一步了 李世民见到魏征 就用嘲讽的语气问他 你之前效忠过李明 效忠过窦剑阁 效忠过李建成 那你是忠还是不忠呢 是忠于君王呢 还是忠于射忌呢 齐国的管仲说过 忠于射忌要高于忠于君王 射忌王了 臣可以死 若设计还在 而只是君王死 不非只是难过而已 李世民继续嘲讽魏征 前太子死了 你只是难过而已吗 其他大臣们哄堂大笑 因为大唐设计还在 我做的是管仲和燕子 这样的大唐设计的忠臣 秦王府那些旧臣非常不屑 可李世民再也不敢嘲讽魏征了 他被这套言辞所震惊 吩咐下人给他赐作 魏征更表示梁臣比忠臣更重要 梁臣是可用之才 如果没有才华 忠于君王只是本分 而自己就是能治理天下的梁臣 而眼下就有一件麻烦事 河北一直是李建成的地盘 现在李建成被杀 他的许多旧臣都跑到了河北 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叛乱 而这件事最适合出面解决的人就是魏征了 魏征能否完成任务呢 魏征曾多次建议李建成杀死李世民 结果李世民不但没有怪罪魏征 还给他高官厚禄 让他去安抚河北 魏征一走 原秦王府的旧臣们炸了锅 纷纷表示抗议 魏征是前 前太子的谋士 让他安抚河北 等于是放虎归山 这是李世民深思熟虑的人选 在唐朝 河北是最重要的一块地方 河北乱则天下乱 整个朝廷 最适合去安抚河北的就是魏征 河北盘踞着窦建德的旧党 李建成的旧臣 而魏征跟这些人都熟悉 都有深厚的情谊 而且魏征是最好的标概 连魏征这种想杀李世民的人都能重用 整个河北谁还会担心李世民会报复他们呢 可掌孙无忌不服 他们秦王府的旧臣们 冒着生命危险 压上九族的信物 发动玄武门之变 总算成功了 结果那些敌人们却和自己平起平坐 凭什么呢 所有秦王府旧臣都愤愤不平 掌孙无忌认为魏征绝不可信 当年就是他帮助李建成结交河北豪强 现在李建成的旧党们遍布在河北 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李世民听后勃然大怒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是和解 彻底和解 永远和解 你懂不懂 不派魏征派谁去呢 派秦王府旧臣去吗 那还是安抚吗 那是示威 会激起河北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现在对李世民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党 而是李渊的人 因为 陛下 现在 仍然是 陛下 李世民自从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 天天晚上做噩梦 梦到自己的大哥和四弟找自己来锁命 校也睡不好 长孙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宫殿外摆满了蜡烛 门口放着弓箭 这些都没有用 这一天李世民突然醒来 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做噩梦 非常好奇怎么回事 长孙是让他去外面看看 结果发现自己最忠诚的两个将军在外面站稿 你们怎么在这 我们吃羹 什么也进不来 是 李世民看着两个威武的大将军 不由地感叹 神徒欲垒 门神从来都是他们 然而历朝历代 鬼怪还是不断 可是你们两个 在这守了一天 鬼怪 还真的没有 将来 你们就是大唐的门审 从此之后 玉池晋德和秦书宝就成了我们的门审 玄武门之殿后的李渊有多彩 虽然还是皇帝 但是要见自己的老臣都要得到李世民的允许 大人 需要进两一殿吗 我去见陛下 有太子的允许吗 培记不可置信 他可是上书省左徒业 朝廷的第一宰相 他要见皇帝还需要别人允许吗 这个太监可不管他什么人 任何人要见陛下 都需要太子的允许 培记怒不可遏 在门口大吼大叫 惊动了里面的李渊 看到面容憔悴的李渊 作为一尘一有的培记 声音都哽咽了 我来 看望陛下 陛下 不寂寞吗 李渊无奈地把他赶走了 深夜时分 无助的李渊独自失声痛哭 站都站不住了 他累了 他不想当皇帝了 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李世民 自己做一个每天只会喝酒玩乐的仙人 李渊把自己最信任的培记叫来 跟他商量让位的事情 对吧 或许还可以逍遥余生 培记赶紧劝他要三思呀 这可不是小事 这些日子朕都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 就像我们现在人 李渊要退位了 可他还担心两件事 第一自己退位后 李世民能否让他无忧无虑地喝酒享乐 第二就是李世民能否善待自己的老臣 这些老臣跟随自己打天下 既是他的臣子 又是他的朋友 为了让李世民保证这两件事 他专门把李世民叫来 当着所有老臣的面 太子 如果你坐到这里来 你旁边 还会有他们那些人吗 李世民一脸懵圈 不知道自己老爹什么意思 培记赶紧解释李渊 现在特别怀念没当皇帝时 整天喝酒享乐的好时光 如果 我做了太上皇 这好时光 还会有吧 李世民瞬间明白了 自己老爹想退位了 这时不管啥条件他都答应 陛下和老臣们的好时光都会有的 有了李世民的保证 李渊彻底放心了 这些老臣们也松了一口气 都安心下来 没过几天 培记就小心翼翼地拿着诏书而来 李世民高兴得不知所措 是坐着等还是主动去接 一时犹豫不决 殿下 陛下 传位的诏书 我给你带来了 李世民刷地站起来 就要去接 还好身边的房玄灵劝住了他 请殿下 赏苗推辞 虽然传位诏书已知 殿下 仍需赏两千词 以杜绝 将来天下人魂棒 所谓 三词而照不许 然后受之 这样将来才不会有人议论 李世民没办法 只能推辞了 培记也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转身就走了 他还会来的 这把李渊凡够呛 哎呀 还要折腾多少回 他又让人重新起草了一份传位诏书 这一次李世民接受了 他终于要当皇帝了 李世民终于当上了皇帝 面临的第一件事 就是处置谋杀过自己的李思行 李思行是齐王李渊吉的亲信 当年在宴会上 就是他亲手给李世民下的烈性毒药 差点让他一命呜呼 最后吐了好多血 才保住了小命 如今为真安抚河北归来 从河北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李思行 当时调毒酒的是你吧 臣最有余辜 当万死 当万死 行了 为人谋 你也算尽心尽力 玄武门当天 李思行曾经奋力搏杀 杀害了不少亲王府的人 但这些行为属于忠于齐王 这个忠心应该说没什么不对 李世民赐给了他座位 并且封他为右卫将军 从此李思行对李世民忠心耿耿 陛下不杀罪臣 仁至宜尽 如今又唯一众人 臣 誓死保孝 李世民并不是不恨李思行 可是天下混乱已久 百姓渴望太平 如果朝廷总是动荡 哪里还有太平呢 李世民要做的就是宽恕所有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党 有能力地为以重任 他就是要与天下和解 让天下尽快恢复和平 此次安抚河北 魏真功不可没 封他为建议大夫 要让他知无不言 归贱自己的行为 李世民成为皇帝了 就要立皇后和太子 皇后的人选自然就是长孙舍了 无可争议 可离谁为太子成了李世民的心魔 每当有人提起的时候 他都会勃然大怒 玄武门之变刚发生不久 就是因为李渊在立掌 还是立贤的问题上徘徊不定 李世民有军功 立他就是立贤 可李渊却立了掌 才导致了玄武门之变 所以李世民想要立贤 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长孙是好生相劝 成前是我们的长子 今年不过才八岁 青鸟也只不过六岁 这怎么能辨别贤与不贤呢 李世民想再拖一拖 等孩子们再长大一些 多读一些书 也许就能辨别出一个大概 长孙是还是希望能立长子 李成前为太子 现在天下太平 以长子立为太子 最得气象 争议也最少 可李世民还是在犹豫 还是希望立太子的事情拖一拖 长孙是见劝不动他 灵机一动 转换了一下思路 他知道李世民一直对李元吉的媳妇杨氏 很有意思 可杨氏毕竟是自己弟弟的媳妇 有备于纲里轮朝 长孙是顺势帮了他俩一把 您纳他为贵妃吧 开心的李世民连连点头答应 看到自己夫人如此通情达理 在太子的问题上他也松了口 我许诺在此 李成前为太子 陛下受臣妾一拜 可还有附加条件 那就是先不给李成前加冕 大唐继承我的人 我要慎之又慎 也许是命运捉弄吧 同样的太子之争也将在他的儿子们身上上演 一样的惨烈 李世民对他爹李元有多薄良 继位第一天 先是把他爹的宫女们都调了过来 然后又想把李元赶出太极殿 他征询自己夫人长孙皇后的意见 长孙皇后感觉这么做不地道 太着急了 就说这是国家政事 女人不能干政 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 可李世民却不死心 没过几天 他的死党房玄龄就主动上书 太上皇已经训位多日 至今仍居住在太极宫内 臣以为应该给太上皇 安排一个新的居所 裴继作为李元的人 表示一定要慎重 他可以先去询问一下李元的意见 再行定夺 李世民也没管他 直接询问大臣签到什么地方比较好 又是房玄龄回答 这是一个大臣实在受不了了 主动上前争辩 既然要征询太上皇的意见 为什么太上皇的意愿还没问呢 就连宫殿的名字都想好了 臣以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孝 这个投铁的男人叫做孙福家 是刚刚升上来的官员 要知道唐朝以孝之国 孝顺在唐朝非常重要 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说皇帝不孝 那是大逆不道的 还没等李世民发作 房玄龄就跳了出来 李世民的另外一名铁杆亲信长 孙无忌更加极端 孙福家胆大妄为啊 应当斩杀 只有这样 才能维护朝廷的尊严 魏征一看两人合伙欺负心愿 就不干了 他认为孙福家虽然言辞过激 但是罪不致死 今天要杀死孙福家 那么陛下恐怕以后 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赞美之词了 寿人奚落无非是一时之气 但气过之后 要想一想 别人奚落你的话里面 是否真的有道理 长孙无忌说不过他 只能气得大声吼叫 李世民用狂笑 打断了他俩的争论 传旨 把兰陵公主缘 赐予孙福家 谢陛下 李世民重赏孙福家 并不是他说出了 什么治国的高论 而是因为他所说的 也是众大臣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我 重赏孙福家 是因为 他是我登基以来 第一个 敢当面指出 我不是的人 我要让你们都知道 今后 在朝堂上 你们 要畅所欲言 无所顾忌 从此 贞观一朝 开创了大臣敢对皇帝的风气 政治也越来越清明 李渊终究 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还是搬离了太极殿 新宫殿天远荒凉 好在此时的李渊 一切都想通了 他乐得一个安静自在 也就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 突厥趁着李世民刚登基没多久 又来打长安了 大唐战神李静想要一举解决突厥 我请命 一举解决 你偷担保 他能如愿吗 原来突厥大军趁着李世民刚刚登基为帝 又来攻打长安城 李世民召集所有大臣开会讨论 玉池静德是个极脾气 就是一个打字 草原十八步 你不打他 他是不会退的呀 陛下 发兵吧 房玄灵却不同意 即使这次能打退 那之后呢 之后再屡屡进犯 永无宁日 要想一劳永逸 就要彻底击溃 但这一次如果不能彻底击溃 就要有临时策略 以解燃眉之急 李静一听要彻底击溃突厥 来了精神 他认为 大唐目前的兵力足以与之抗衡 解决齿八步 否则 大唐将会被那些毫无信用的人 永远地纠缠 房玄灵看着这些武将只知道一味求战 却不知道突厥有多强大 突厥在隋朝时 分为东西两大派 所辖地域远比大唐辽阔得多 铁器铸造非常精良 齐军战术非常娴熟 在兵法上也不顾手一地 来则能战 困则远走 而大唐以耕之为本 不容易移动 两国的根本不同 欲持静德很生气 以大唐现在的兵力 也能一举解决突厥 然后随便老百姓 更之多少年都行 再也不用担心突厥的侵扰 这也是上策呀 那如果不能一举解决呢 李静主动请应 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一举解决突厥 如果不能彻底消灭对方 便以死谢罪 李世民静静地听着每个大臣的意见 最终他还是认可了房玄林的观点 他不认为李静能一举彻底消灭突厥 大唐赌不起 这就是李世民与随扬帝杨广的区别 杨广打高勾力就是用一国之力去赌 结果赌输了 李世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最终他决定继续称臣纳贡 送金银财宝求和 以求国力 但是李世民就是李世民 哪怕是向对方求和 要送给对方无数金银财宝 那也得硬气的点 他召见了突厥的使者 大声训斥了他们协力可汗的背信气 这还不过瘾 李世民要亲自去见他们的可汗 当面斥责他 并且扣押了这名使者 等他见完协力可汗回来 要把这名使者斩首适中 历史上最猛的名场面就要来了 李世民七个人将要面对数十万突厥起兵 硬气的求和耐贡 李世民不愧为古今第一勇人 带领六个人就敢对峙突厥二十万铁骑 这还不够 他打算独自一人过便桥 面对面找协力可汗理论 而对面是二十万凶残的突厥士兵 陛下 您如果自己要过桥 我们有再多的人马也没有用了 可李世民不听 他执意要过桥 总不能隔着为何向对面喊吧 众人苦苦相劝 天打天下 陛下总是一马当先 现在陛下不再是秦王的时候了 不可置疑一国之尊 与安危旦夕之间的 李世民思索片刻 决定答应他们 直到桥的中间 一个侍卫紧跟他身后 面对二十万突厥士兵 李世民丝毫没有拒议 怒斥协力可汗背信弃义 之前他们曾经定下盟约 大唐每年向突厥 进献大量金银财宝 筹断不匹 突厥保证不进攻大唐 可这些年大唐的财宝从来没少 而突厥却屡次进犯大唐 这是被信弃义的行为 我要告诉你 这是一个崭新的大唐 新的朝代 不会回弃旧的盟约 我要告诉你 我们答应过的 每年给你们的粮食和绸缎 我要继续给你们 李世民表示自己 一定会坚守之前的盟约 而且要给他们更多的财宝 协力可汗反问到 如果他们不遵守之前的盟约了 财宝他们想要 长安城他们也要占领 李世民摇摇头 长孙无忌一声口哨 漫山遍野的唐军呼啸而出 气势汹汹 好像要吃了这些突厥人 凶悍的协力可汗也为之动容 李世民还是过了变桥 面对面的对他好言相劝 希望他遵守之前的盟约 协力可汗也很务实 他过来就是来抢东西的 他绝对不能空手而归 李世民也答应给他更多 但是需要重新签订一个盟约 保证以后再也不进攻大唐 于是两人决定第二天 在渭河的变桥上 斩白马盟室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渭水之盟 又叫变桥之盟 这次汇盟完美完成 虽然整个场面上 李世民表现得极为强势 但依然掩盖不了这件事的本质 就是向突厥赔钱认所 这次汇盟突厥人满载而归 正得盆满钵满 李世民暗暗发誓 等着吧 后会有机 李世民去打猎 看到满山的白骨 那都是和突厥作战阵亡士兵的事故 房玄灵感叹以后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了 此次汇盟之后 突厥几年之内不会进攻大堂了 用耻辱换来了几年的和平 玄灵 你觉得值吗 值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时间 有了这几年时间 我们 才有了治理国家的机会 大家觉得用耻辱换几年和平 值得吗 李世民带着房玄灵外出打猎 看到满山都是白骨 询问后发现 这些都是和突厥作战 阵亡士兵的事故 李渊当皇帝期间 四处征战 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收取这些骸骨 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 却无法入土为安 散落山野 很是凄凉 李世民痛心疾首 于是下诏 收取天下骸骨 给他们安葬 并且请来得到高僧进行超度 举行法事的高僧很认真 李世民对他很感兴趣 师父的法号是 玄葬 自从收取天下骸骨之后 宫女们干活却频频出错 李世民要梳头洗漱 一个小宫女不小心把铜镜掉在了地上 把铜镜弄脏了 我去为陛下坏面心的 结果在拿银铜镜的时候 手一抖 又把装镜子的木托弄倒了 愤怒的李世民把他们赶了出去 眼看李世民要看书 一个小宫女赶紧拿着灯过来照明 又不小心把灯打翻了 气得李世民直接把书甩在了宫女的头上 李世民要休息 伸出脚在空中停了很久 也没宫女过来帮她脱靴子 还好有长孙皇后提醒 小宫女来赶紧过来 被李世民一脚踹出去老远 你问问他们 太上王在的时候 他们敢这么放肆吗 宫女们犯了错 只会一个劲地哭 贤淑的长孙皇后过来询问 这是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不小心呢 这一次自能出声响 惊动了陛下 很多宫女都精神恍惚 越来越多的宫女开始犯错 受罚的人也越来越多 长孙皇后耐心询问 终于知道了原因 她找到李世民 先是告诉她犯错的宫女 都已经处罚了 而且加罚了三个宫女 并且委婉地问了李世民一个问题 就是天下收海骨 那些家里人怎么知道 那些海骨是不是自己的父兄呢 士兵身上都有名牌 谁说腐烂了 衣裳腰带还在 找到名牌就知道姓氏 原来天下收海骨 海骨找到了 家里人也就知道了 宫里面许多宫女 知道了父兄战死的消息 心中悲痛 导致精神恍惚 李世民再也无心睡觉了 他把所有宫女叫到了一起 亲自向他们道歉 随我征战者 常说 我爱兵如子 今天看来 我爱兵如子不够啊 所有父兄战王的宫女 都给他们假期和金钱 让他们回家处理家事 李世民把脱靴的宫女 也叫了来 让你受委屈了 起来吧 剩下的些东西 上师吧 你看着办吧 谢谢陛下 不过这次把所有宫女叫过来 他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问题 宫殿里面的宫女将近一万人了 加上宦官得两万人了 这得花国家多少钱呀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 李世民为了减少国库开支 决定削减宫女数量 而太上皇李渊却异常生气 自己宫中的宫女不能动 就要新娘 人要富贵 否则得了天下 你不得天下 有什么两样啊 谁不让李渊过好日子 李渊就跟谁对抗到底 自己亲儿子也不行 原来李世民发现 现在宫女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人 要知道在打斗见德的时候 宫女才一千五百人 可见这些年李渊有多么贪图享受 挥霍无度 现在国库空虚 处处需要钱 而国库里却没有多少钱了 李世民决定减少开支 先释放三千个宫女 由长孙皇后亲自操办 李渊不好与李世民直接冲突 他先让裴激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太上皇的宫女不能削减 李世民顿时来了脾气 现在太上皇不理朝政 当然是朕说了算 可裴激手里也有杀手锏 那就是孝 大唐已孝治天下 薛俭宫女牵连太上皇 天下人会说皇帝不孝顺的 等裴激走后 李世民勃然大怒 房玄陵确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释放三千宫女也节省不了多少钱 还有更大的是需要考虑 什么事情 李渊进阳起兵之后 封赏很多 当时天下大乱 为了人心归附 过多封赏也能理解 可李渊当了皇帝 更是封了很多王 每年国库都要拿出一大笔钱给这些王进行封赏 这是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 现在如果要节省开支 就要不得不考虑削减封王 可这些王都是李渊封的 李世民在动手前 还是要跟他爹打一声招呼 这一天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带着两个儿子来看望自己老爹 李渊看到两个大孙子很高兴 还话里话外敲打了一下李世民 永远要孝顺自己的父皇和母后 明白吗 明白 大家都知道两父子有事要谈 都找个借口陆续离开了 只剩下父子俩单独在一起 两人都非常尴尬 李渊率先说话 他很坚定 不能削减自己宫中的宫女 这个没伤了 李世民也服软了 表示宫女一定会削减 但是不会动他宫中的人 只削减其他宫殿的宫女 听完此话 李渊立刻没飞色舞 他现在不求权力了 只求自己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趁着太上皇李渊高兴 李世民说了要削减封王的事情 这些王毕竟都是李渊封的 还是要跟自己爹说一声 削减宫女直接触动李渊的利益 所以他反应激烈 可削减封王他无所谓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了自己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渊吉 可毕竟是一母同胞 从小长大 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嗜好的 于是询问他的手下 李建成原来的蜀官为挺建议 臣以为 称前太子为西王 前齐王为海陵王 比较合适 另外一个大臣补充道 西王嗜好为尹 海陵王嗜好为次 臣以为比较合适 尹和词也不是啥好嗜好 李世民也就同意了 他又给这些原太子的蜀官们 抛出一个问题 这些李建成和李源吉 原来的蜀官们都在李世民手下干的风生水起 之后好几位都成了大唐的宰相 林刘青氏 他们都不想去 免得给自己招麻烦 李世民点名魏征 问他去不去 魏征也不想去 我曾为李密旧臣 窦剑德旧臣 西王旧臣 今又为陛下之臣 臣也以为还是不去的好 看着这些大臣们如此薄情 就连杀害自己哥哥弟弟的李世民都看不过去 看来 有一天该给朕送葬的时候 你们也不去了 这句话下的这些旧臣意气出列 高呼不敢 李世民直接给他们下命令 让这些原太子府的旧臣们必须去送葬 旧君以前对你们有恩呢 若你们不忘旧恩 必然也就不会忘记心恩 终于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送走了 玄武门这件事也算彻底完结了 新的时代也即将开始 李世民继位有一些日子了 可年号还没定下来 李元的年号是武德 那自己的年号定什么好了 长孙无忌建议天佑 立刻就被房玄灵否定了 说这个年号像是把责任推给了上仓 关键是不能显示陛下治理天下的决心 李世民对这个年号也不满意 魏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文王演绎 孔子做一传 一传说 天下之道 真观者也 这个真字 是中 正的意思 这个观字 是显示的意思 所以 真观 是显示 中正 所以我的建议是 新年号可否用 真观 李世民越想越喜欢这个年号 就定自己的年号为真观 伟大的真观之志也就开始了 李世民继位之后 要重新修订律法 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老百姓 而是通过修订律法 把太上皇李渊的那些老臣全部清除出去 现在的几个宰相全是李渊的人 李世民的那些蜀官都只是中层官员 都没有当宰相 应该说 我们还不能彻底的 掌握朝政 李世民也没办法 这些老臣都是太上皇退位时安排的 这也是他退位的条件之一 而改变这一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改律法 李渊的武德律虽然比隋朝的皇律 宽简一些 但是还是太复杂 重点是可以借助修改律法 把李渊的老臣们全部挤走 真观要有真观的一套东西 李世民指明让长孙无忌带着中书令房玄陵去修改律法 长孙无忌是吏部尚书 这件事不归他管 他不想干 想拒绝 你要是能修律 就不只是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听了这个许诺 干劲十足 立刻执行 现在朝廷问题重重 尤其是如何削减封王 一直困扰着李世民 他问自己的夫人长孙皇后 该怎么办 长孙皇后的政治敏感度一直非常高 这种国家大事他肯定不能回答 后宫不能干政 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当幼仆业 也就是宰相 他想听听长孙皇后的看法 无忌是我的哥哥 是外戚 外戚干政的恶果 前程的例子太多了 我不同意 李世民一下子不高兴了 无忌从小就和我在一起 后来又跟我出生入死 我不用他 用谁 说完扭头就离去找杨妃睡觉去了 至少杨妃不会处处反对自己的意见 长孙皇后知道外戚干政的恶果 让人叫来了自己的哥哥 他想劝自己哥哥不要当这个幼仆业 吕之助刘邦打天下 刘邦得了天下 吕之做了皇后 这是应该的 不应该的是他让外戚干预朝政 几乎乱了汉朝的天下 他不想让自己长孙家族的命运 重蹈吕之家族的覆辙 可长孙无忌很坚定 他想当这个幼仆业 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押着九族的性命参加玄武门之变 不就是为了权势滔天吗 如今权势即将到手 他怎么可能放弃 长孙皇后谁也劝不住 一根针不小心把他手扎破了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李世民酷爱打猎 这一天他带着长孙无忌和房玄灵 又要外出打猎 在大门口被一个人拦住了 您今天是要外出骑马围猎吗 对没错 今天陛下为了身边的大臣们高兴 就随便领他们外出骑马围猎 陛下这样做 简直是倒退回年少时做亲王的水平啊 天子不应该有此行为啊 这个人叫做孙福佳 之前李世民想把太上皇李渊 牵出太极殿 就是这个人出来阻止 说李世民不孝 反而得到了重赏 如今连骑马围猎这种事他都来管了 李世民想骑马硬闯出成本 被这个人直接拉住了马头 哪怕是驾马从我身上踩过去 我也不怕 我踩了你 怕脏了我的马蹄子 李世民怒不可遏 直接叫来卫兵要把他拖下去杀了 长孙无忌和房玄灵乐开了花 他俩最讨厌这种跳梁小丑 可到关键时刻 李世民还是阻止了卫兵 孙不佳 你后悔了吗 臣 此而无怨 你如果认错 我给你一条生路 臣说的话 据出自诚心 臣不觉得有罪 看着终止的孙福佳 李世民不禁笑了起来 立刻要着升他为三品官员 房玄灵赶紧阻止 虽然孙福佳有现在终止的表现 但之前没有任何业绩 就凭现在几句话 把他提升到如此显赫的位置 就怕百官不服呀 李世民感觉也有一些道理 就改封孙福佳为建议大夫 正无品上 房玄灵还想阻止 却被李世民打断了 直接下旨给孙福佳升了官 然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掌孙无忌和房玄灵 从心底里看不上这种人 你说这个叫孙福佳的 他还真拿命赌啊 孙福佳又长进来 你看啊 今天虽然是执剑 可他的话里 隐含着鳄鱼奉承之意 在他的眼里 孙福佳就是一个投机小人 他这种行为本质上也是投其所好 鳄鱼奉承 李世民喜欢听劝谏的话 这些人为了升官 就不停地劝谏 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跟皇帝反着来就行了 既能留下执剑的美名 又能得到李世民的喜欢 大家认为孙福佳是怎样的人了 陛下 什么事 燕郡王 天杰将军李毅 叛变了 现在他占领了京州 原来李世民重新给大臣们调整了风赏 许多大臣们都非常不满 这个李毅就是隋唐小说里面 大名鼎鼎的幽州总管罗毅 在隋朝末年他也是一方枭雄 后来投降了李渊 被刺姓为李 他禁不住李建成的拉拢 成为李建成的亲信嫡系 甚至为了李建成还殴打过李世民的蜀官 这个人非常能打 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如今重新调整风赏 李毅的风赏为零 他极为恐惧 害怕李世民打击报复 直接就反了 这个人哪 谁都瞧不起 不过还在勇猛 可惜啊 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干这样的傻事 消灭李毅是一个巨大的军功 这样的好事李世民自然把他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 有了这份军功 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威望和权势就更加稳步 可以帮助他对抗太上皇礼院的那些老臣 不过在此之前 李世民先持去了李毅的一切特权 他的理性 是太上皇赐 只具自性 只具封王 只具官职 讨伐赵上 要写命这点 讨伐鲁 他又叫来长孙无忌 得嘱咐几句 我要给你这兵权 以后升迁的事就好办了 罗毅这个人不好对付 不用跟他死战 只要阻止他跟突厥联盟就可以了 长孙无忌毕竟是文官 人生第一次独立领兵打仗 李世民还是不放心的 给他派了一名骁勇的副将 那就是薛万彻 长孙无忌一听这个名字 有些担心 薛万彻曾经是罗毅的属下 要万一他还心向救主 那就麻烦了 不如让玉池静德或侯军吉 做这次的副将 有他俩在 打败罗毅不成问题 如果 让玉池静德 和侯军吉 当你的助手 他们就会想 哦 他们打仗 让你领 这样那才是谁干的 而薛万彻着急洗刷之前的罪名 根本不会和你抢功劳 他又熟悉罗毅和梁舟 一定会完命的作战 你只需要等着领功就行 事情果然跟李世民预料的一样 到了战场 薛万彻跟风了一样 完命作战 长孙无忌骑在马上 微笑着看着一切 就这样轻松消灭了罗毅造反 罗毅本人也被杀 长孙无忌带着薛万彻 开心地回到长安里 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渊权 依然滔天 朝廷的几个宰相全是他的老臣 地方上的封王有地盘有军队 也都对李渊忠心耿耿 李世民为了消除太上皇李渊的权力 想尽办法打压他的势力 首先是宰相位置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自己小舅子长孙无忌安排成又蒲业 占据了一个宰相名额 接下来就是薛减天下封王 此道圣旨一班部 严重削减了这些封王的利益 他们都愤愤不平 在这关键时刻 李世民的兵部也没闲着 随时都向他汇报这些封王的情况 这一天 兵部传来消息 突厥军队在梁州附近调动停返 兵部让梁州都督府详细报告 梁州至今没有答复 而梁州正是长乐王李又良的地盘 算起来 李又良算是李世民的爷爷被 他的亲哥哥长平王李淑梁 抗击突厥勇猛异常 死在了突厥剑下 长乐王也才刚刚击败突厥立下战功 李世民不禁疑问 他会和突厥联合起来吗 长乐王的王爵也被降了一等 李世民害怕他起兵反抗 先让御史坚去查一查他的情况 而此时长乐王不停地抱怨着 我们李家得这个天下 有个屁用 疯得王越来越小 才疯得干什么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而此时在长乐王身边 就有一个坏人 长孙安夜 他是长孙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的理想一直是帮助太上皇李渊富伟 他一直积极拉拢长乐王 来实现他的理想 不看在太上皇的面子 我受这窝囊气 做事放明白的 别把老子惹急了 李世民的御史间查了半天 也没查出长乐王有谋反的迹象 但是查到他和李渊联系频繁 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长孙无忌建议不如下一下他 就说有人告他谋反 然后派人过去 一面做出要调查的样子 一面安抚 他若是无心谋反 一定会感恩戴德 如果他真心想谋反 自然就会有动作 那个时候再先发支援 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长乐王果然经不住想 直接跑到了突厥那里 很快就被李世民派人抓了回来 那怎么处理这个长乐王呢 长乐王有三项 可以减免刑罚的条件 一 他有功 二呢 他是皇亲 三 是贵人 三亿之条 可以减免刑罚 可杜如慧和长孙无忌却认为 现在天下封王都有一栋 要从众处罚 仅是这些封王 要把他拉到长安 对他事宜崭刑 可防玄陵又有新的疑虑 这会不会 给太上皇难堪呢 这个时候还估计什么太上皇不太上皇 李世民一锤定音 叹处长乐王死刑 但给他保留了最后一丝面子 赐他服毒自杀 可怜长乐王并没有造反的实际行动 就被杀了 长乐王的哥哥长平王李淑良有个曾孙 叫做李林府 他将把盛世大堂带向深渊 也算给自己这个祖先报仇了吧 长孙安业并没有被查出来 他将继续谋划复利李渊为皇帝这件事 几乎就要成功了 玄武门之变后 李渊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重新复利为皇帝 但是被大唐战神李靖搞黄了 怎么回事呢 这要从长孙安业说起 他是这次谋乱背后的操盘手 一个想逆天改命的人 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哥哥 他们的父亲死后 长孙安业为了独自霸占家产 把可怜幼小的兄妹俩赶了出去 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无路可走 只能投靠了自己舅舅高世莲 被舅舅抚养长大 结果玄武门之变后 长孙皇后一跃成为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 而长孙无忌也很快成为了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长孙安业非常害怕这两兄妹 对自己打击报复 而且他心有不甘 明明自己才是长孙家族最有出息的 怎么能让这两兄妹压在头上 他要逆天改名 也要策划一场玄武门之变 建立不适的功勋 而李世民削减天下风王 给长孙安业提供了这次机会 许多风王都不满 而最不满的就是义安王李孝朝 他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下了汉满功劳 隋朝有四个大粮仓 这是隋朝国力所在 而李孝朝当时负责看管永风仓 孝朝以四分之一 于是我们开仓散粮 追随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 否则的话 攻打长安 还真是很麻烦 因为这个功劳 李渊峰李孝常为义安王 如今他的王位被李世民降了一等 又被长孙安业挑拨 他决定联合几个好朋友 重新复立李渊为皇帝 他的执行力很强 很快就制定了非常严谨的方案 几个人分工明确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刺杀魏征 削减天下封王的主意就是魏征处的 魏征一死 天下的封王们就会很高兴 也都会乐意支持太上皇附位 哪怕精力被泄露 他们以豫州兵马也能和朝廷对抗 方案是完美的 但是执行起来太拉垮 刺杀魏征的时候 魏征只是受伤而没有被刺死 侯军级负责追查这件事 发现这些刺客都是义安王府的侍卫 立刻禀报了他的顶头上司李靖 又到了李靖做选择的时刻 此刻他没有做任何迟疑 没有任何中立想法 立刻跑到了深宫 汇报给李世民 告诉他义安王李孝长可能谋反 李世民立刻让人去抓 可李孝长带着家眷早就跑了 他正率领豫州军队杀来长安 同时长安城内到处都是李孝长散发的船天 说是要杀魏征 清军策 此时情况危急 要是换别人可能就输了 可李世民是谁 论发动政变他是专家 他先是让人把朝中无品以上的所有官员和封王 全部叫到太极殿 看住他们 御职兴德 在 你率领所部 立刻出城 在城东布阵 逮命 是 胡锦如会 在 你们马上动手 把长安北门 近半月的卫视值班 彻底改变 所有军队调动 十以上 必须上奏 是 还有 不要惊动百姓 长安 实施戒严 是 李渊复卫能否成功呢 有人敢造李世民的反 你敢信吗 一安王李孝长要重新发动政变 杀死李世民 复立李渊为皇帝 李孝长认为自己成功率很大 天下大事都在自己这边 他有四大优势 第一李世民削减天下封王 得罪了这些封王们 自己复立李渊为帝 这些封王的爵位和封赏也会恢复 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李世民当皇帝只有几个月 朝中的大臣绝大部分都是李渊的老臣 李世民的人还占少数 第三自己统领豫州兵马 兵强马撞 而长安城兵力空虚 直接攻打长安城胜率很大 第四也是这次叛变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玄武门以及各个城门的守卫 他都已经买通了 只要他的豫州兵马到了长安城下 这些守卫直接打开城门 他的兵马将会兵不屑任进入长安 复立李渊为帝 所有的谋划都是完美的 可对方是李世民 是那个用四千人就敢挑战斗剑的 十万大军的李世民 是只有八百人就能发动叛乱成功的人 如今天下在手 还会输给小小的李孝长吗 李世民先是把长安城无品 以上所有的官员以及封王 叫到太极殿 与大家一起吃早餐 变相地把他们控制了起来 朝廷百官在手 就不怕李孝长有支持者 其次 更换所有城门的将领 由秦书宝 常和这些嫡系亲信统领 把住城门就把住了入口 第三让玉池竞德率领精锐骑兵列阵 在长安城下 今后李孝长的到来 可此时传来不好的消息 长安城内所有的内影都被抓了起来 玉池竞德精锐在前 李孝长已经没有办法直接率兵攻城了 此时李世民传来诏书 让他只身进入长安城 辩论此事 李孝长也不知道咋想的 竟然同意了 把大军留在了城外 一个人跟着玉池竞德进入了长安城 与李世民见面 他还有一个希望 就是朝中绝大部分大臣和封王室支持自己的 可是在李世民的威严之下 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 以安王建议 展位争 殿中 可有负义者否 眼看满朝文武大臣 无一人敢帮自己说话 李孝长知道自己大事已去 只能乖乖听从一切安排 先是被削去了一切官职 又被耻去了王爵 李世民最后一锤定音 行不下说 在 平民谋反 怎么罚 离手 按律处置 无功 拉出去斩了 是 李世民就是这么厉害 仅用一个早晨 一边吃着早餐就处理了一场谋反 从始至终从容淡定 也给百官和封王们一个震慑 看谁以后还有叛逆之心 另外一个主犯长孙安夜里应处死 但是长孙皇后不计前嫌 亲自给他求情 李世民还是饶恕了他 把他流放三千里 这场叛乱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 李世民在战场上杀人无数 可是面对党人红 我是真的不忍了 我求你们 就饶了党人红一死吧 党人红是李世民的秦王府旧臣 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 属于李世民的亲信嫡系 现在镇守广州 属于封江大力 可是在广州境内 他抢买抢卖 盘剥进口船只 买官卖官 广州的近视名额也都被他霸占了 谁出的价格高就给谁 可以说为非作胆 罪大恶极 如今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举报他 李世民立刻把党人红抓了起来 亲自审问他 看着这个自己的老朋友 李世民痛心疾首 当年他们意气风发 为救黎民百姓 发动静阳起义 可如今跟大随朝有什么两样 可是臣想 九死一生地活下来 就要好好地享受 朝廷的风路不够 臣就 闭嘴 整个朝廷都知道 李世民和党人红的关系 非比寻常 要怎么处理 它是个麻烦事 长孙无忌建议树立典型 杀一井百 这个党人红 原来是秦王府的一个将军 现在杀他 正合适 杀一井百嘛 让天下人都知道 陛下治理国家 不遜私情 房玄林度 如会未争等人 都认为必须杀 可李世民为这件事寝室难安 可是此时此刻 我面对党人红 却是满脑子的私情啊 党人红为了大唐江山 两个儿子死在江场 大儿子 死于薛举之战 我们中了埋伏 薛举的牌剑 第一个穿透 党人红的大儿子 满身的剑杆啊 竟有十几枚 党人红趴在儿子的尸体上 用舌头舔干儿子的鲜血 转身上马又去拼杀 后来打落杨王世冲的时候 他的二儿子被长矛贯穿胸膛 他把儿子交到李世民怀里 依然奋力冲杀 孩子 在朕的怀里 声音断断曲曲的对朕说 不能尽孝 让朕照顾他的父亲 两个儿子为了大唐的江山 都失去了性命 如今为了大唐的法律 又要杀死党人红 李世民实在于心不忍呀 我求你们 就饶了党人红一死吧 作为皇帝 李世民不能跪求于大臣 但是可以跪求于天 上天哪 就给党人红 留一条命吧 李世民一跪 群臣惶恐 纷纷也都跪下了 房玄龄感叹 这又何必呢 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您又何必自苦呢 最终党人红被流放三千里 保全了他自己的一条命 相信报应吗 李世民选武门杀凶灭敌 逼迫父亲退位 自己当上了皇帝 可是好像受到了报应的惩罚 即位初期 天灾人祸不断 先是有常乐王李又良 燕郡王罗毅 一安王李孝常等人的叛乱 不下四五次 这是人祸 紧接着是关中大汉 老百姓颗粒无收 民不聊生 各州县为了祈求上天降临 纷纷举行祭祀 可是没有丝毫作用 没办法只能皇帝亲自主持祭祀 还要当主祭 不过 主祭很苦 自古以来 像祁宇这样的祭祀 非常惨烈 不惨烈 不足以感动上天 李世民当仁不让 烈日当空之下 他脱掉上衣 浑身绑满藤条 率领百官 一起跪拜 祈求上天能下一场雨 救救关中的百姓 再不下雨 百姓就没粮食吃了 就要饿死了 一连跪拜了很多天 李世民终究是熬不住了 直接晕倒在了祭坛上 等他醒过来 不禁反思是自己这个皇帝 当得不好吗 那为什么老天爷 总是跟我过不去 李世民一番报复 要把大唐变成一个强国 他心中装得百姓疾苦 世事为国家着想 为什么老天爷 要把自己逼入绝境 难道只是因为杀了 自己亲哥哥和弟弟吗 但老百姓是无辜的呀 当初我想 我想用一个强盛的大唐 向太上皇证明 他选太子选错了 可是如今 难道是我错了吗 伤心归伤心 是还要继续干 既然奇雨无效 只剩最惨的那条路要走了 就是开关允许老百姓 去外地乞讨 可他还担心开关之后 突厥过来抢劫人口怎么办 可不开关 灾民便机民 机民就容易造反 重蹈随朝末年的覆辙 那就开关 允许百姓们 起时 你们互不 即刻下放 起时关闻吧 李世民的贴身侍卫返回长安 向他汇报一路上的见闻 老百姓太苦了 已经到了卖孩子的地步了 人家都是卖小的活大的 不如把我也卖了吧 卖了我 你们就有吃的 我也随人家吃去了 李世民听了也是五味杂陈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先免去这一家租庸调的赋税 等这家人能吃上饭活下来 再让他们交这项税 可就这点帮助老百姓的事 也遭到了卫征的强烈反对 陛下此举不仅错了 而且十分愚蠢 李世民听了都惊呆了 这户人家都要卖孩子换食物了 免除他家的赋税这不帮他呢吗 皇权不下县 陛下直接免除民间一家的租庸调 县令就难办了 魏征认为解得了一家的困难 可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 说要解天下百姓的困难 靠的是政令 天下人口都有困难 那笔下一个一个去解 那叫解到什么时候啊 李世民实在是听烦了 本来一件很小的事 又扯出了一大堆道理 他不想听魏征在啰嗦了 赶紧转移话题 去聊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何对付突厥 房玄林刚要回答 就被魏征打断了 魏征继续喋喋不休 消灭草原十八部 靠的是百姓 是国力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谈国力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还少费朝廷一份钱粮 李世民气地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魏征 恨不得立刻杀了他 最后还是忍下了 拂袖而去 回到寝宫的他 还是恶气难消 在屋子里转圈圈 愤恨地拿起宝剑 一箭砍在了桌角上 我非杀了他不可 这个香巴佬 把我气死了 此刻但凡有个人拱一下火 魏征就会丢掉小命 可李世民身边的是长孙皇后 一个十大体质轻重的好妻子 李世民幡然醒悟 看着温柔贤惠的长孙皇后 不禁感慨 有你们这些人在 自己想做个坏皇帝都不可能 朝堂上 房玄玲和杜如慧幸灾乐祸地看着魏征 看他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两个人一直看不上魏征这个人 认为他一直是有一搏曲之名 也属于小人行径 谁知李世民又返回了朝堂 直接走到了魏征面前 竟然向他道歉了 刚才是朕做的不同 以后不会这样 你说吧 今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朕不会再阻止你 有这样的胸怀 李世民怎么会治理不好大堂呢 估计 在 你做好准备 我随时牺牲你 李世民要和李渊的势力做最后的决战 现在朝中大臣 尤其是三挺到五挺的官员 都是李渊之前任命的 都听李渊的话 这些人人数众多 整天无所事事 指挥拉帮结派 以赔济马首是瞻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使用强力手段 建立考核制度 淘汰旧的 更换新的 要都换成自己人 你们也都知道秦王府的人在朝中是少数 少数换多数 你们一定要小心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做好准备 一定会迎来这些大臣的疯狂反扑 到时候会牺牲他 好 用我一个人 换一朝的人 知道 此时正好是年底 长孙无忌把地方官员都叫到了长安城 要进行一次考核 符合标准的留任 不符合标准的全部裁剪 大臣们都被搞得人心惶惶 裴姬认为是个机会 他要想办法保住这些官员 弄不好还能搞掉长孙无忌的宰相位置 他派了一个叫做赵德延的大臣 四处山松点火 武德的人 这换上真官的人 外戚干正 这向来都是乱源 哎呀 不好办哪 群臣激愤 纷纷上书 指责长孙无忌培养私党 霍乱朝政 李世民看到这么多上书 知道朝廷要乱 他要出来说话 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 朕信任他 就像 信任朕的儿子一样 考核官员是国之根本不能动摇 有的大臣认为是长孙无忌在结党因私 不能再负责考核了 应该由左仆业陪记来接手 在这种逼迫下 双方的退一步 你们 不信任右仆业 那么 左仆业 也要避嫌 这样吧 由 中书令 房玄灵 秉公办理 这一切都如李世民所料 他的目的就是用长孙无忌来吸引众官员的火 真正要干活的是房玄灵 我要撤免 无忌的职权 这样 你就好做人了 就这样长孙无忌被免去了又谷业和吏部尚书的职位 裴记心满意足 以为自己赢了 经过房玄灵等人加班加点的工作 最终裁撤结果出来了 大唐朝廷的官员只剩下了643人 李渊的那些老臣几乎全部被裁掉 只剩裴记一人 裴记还是不甘心失败 找到了一个叫做法雅的和尚 四处传播蝗灾的流言 想用上天的名义污蔑李世民 李世民直接派人抓住了法雅 拿到了裴记的罪证 免除他一切官职 遣返回老家 陛下能否许臣住在京师 李世民怒不可恶 按照律法裴记的罪果是要流放的 是心疼他年纪大了 才让他返回老家的 裴记终于落寞地离开了长安 至此 终于李渊的老臣都被赶出了朝廷 李世民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李世民觉得官决 财富 权力什么都给魏征了 但还差一样东西没有给他 就是女人 一向伶牙俐齿的魏征终于吃了憋 支支吾吾不知道说啥 我已经有七世了 我当然知道你有七世 李世民都乐开了花 以往都是让魏征队的有口难言 这次终于可以报一下仇了 剑内与我共患难 我不忍抛弃他 这话又迎来了李世民的嘲笑 谁让他抛弃妻子呢 满朝文武 又有谁只有一防七世呢 哪个不是三七四七 魏征还是不想接受 自己妻子太强悍了 会引来很多麻烦 可他越拒绝 越引来了李世民的兴趣 非要强人所难 再说这也是好事 我能回去和剑内商议一下吗 李世民还是答应了他 让他尽快给答复 可一连很多天都没有消息 在一次聚会上 李世民与钟大臣一起看着美女跳舞 魏征又开始劝谏朝政 左一言 右一语 非常招人烦 李世民想起来赐给他美女的事 问他结果 结果居然是他夫人不同意 他说如果我要接受陛下的闪赐的话 他要去寻死 李世民来了兴致 既然他想寻死 就来这寻死 立刻派人去把他夫人接了过来 一上来就是死亡三问 为什么要抗制 为什么拒绝皇帝赐给的美色 为什么赐给魏征美色 还要跟他商量 朝政大事 我不插嘴 但家里的事 是我说了算 哦 是吗 这引得满朝文武都哈哈大笑 但是 朕赏赐你的夫君 这应该是朝政大事 你不该管 可这也是我们家的事啊 这句话引得李世民的不满 这既是朝政大事 也是家里事 那魏征是听皇帝的呢 还是要听夫人的呢 李世民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魏征 面对是听皇帝 还是听媳妇这样的选择题 哪怕巧识如皇的魏征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还是他媳妇善解人意帮他回答 陛下不必再为难我夫君了 陛下的话 他不敢不听 我的话 他也不敢不听 这个决断 他是做不了的 不管李世民说啥 魏征夫人就是坚决不允许魏征再娶别的女人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李世民直接让人端上了毒酒 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是否同意自己赐给魏征女人 魏征夫人直接端起了毒酒 直接推开了上前阻拦的魏征 把她推倒在地 自己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要的就是一个刚烈 魏征夫人喝完毒酒 发现自己啥是没有 李世民板着脸问 这毒酒的滋味如何呀 喝醋一个味 这是李世民和魏征开的一个玩笑 也算报了之前魏征各种对自己的仇 吃醋的典故也由此而来 李静彻底消灭东突厥 至少有他一半功劳 可不同于李静的名流轻史 这个人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天房玄陵抬着一箱金银珠宝找到李世民 说是有人给他送礼 李世民以为房玄陵想借此把他办了 不 不 倒想重用他 赵德言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 可这个无可救药 倒能派上大用 陛下 如果将赵德言派到草原十八部去 他还是那一套 你想想 草原十八部 还会是原来的草原十八部吗 李世民也恍然大悟 如果利用这个人分化突厥高层 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当年秦始皇一同六国 遇到最大的阻碍就是赵国 赵国有两位战神 廉坡和李牧 他俩一个善手 一个善功 跟秦国僵持多年 而秦国利用一个锅开 除掉了两位战神 消灭了赵国 而这个赵德言就是自己的锅开 贪 能生诸种恶性 如果将这颗种子 种到那边去 后果可堪设想啊 这个赵德言贪婪自私 求关心切 突厥那边本身部落就松散 把他派过去 他们的内斗就会增多 就会给大唐创造机会 李世民非常认同 露出开心的笑容 没过多久 李世民派唐检初始突厥 而赵德言就是副始 一路上唐检各种开导赵德言 描述突厥的前景 夸他能振兴突厥 成为突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赵德言果然中计 决定留下位突厥效力 当时的突厥是一个部落联盟 小可汗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赵德言要帮助协力可汗改革 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 只要树立可汗的权威 加强可汗的地位 保证可汗有足够的钱粮 加上草原人能其善舍 唐朝并不可怕 众大臣知道赵德言留在了突厥 都非常高兴 这个人为了向上爬 什么都会做得出来 他为了博得 竭力可汗的欢心 他会给他出很多很多的主意 可是赵德言并不了解草原十八部 杰力可汗一旦采纳他的意见 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在众大臣高兴的时候 魏征又出来泼冷水 他提出治国必须律己 这样利用赵德言 是一个君子的作为吗 那赵德言本身就是一个小人 陛下凭什么用君子之道 待他呀 此言差矣 陛下是一国之君 是天下人行为的典范 这等小人之举 难道不是教天下人学话呀 简单是打仗 有什么君子小人哪 我告诉你魏征 我是不会听你的 魏征知道自己一个人 说不过他们 气愤地离开 李世民也开始反思自己 是自己做错了吗 大家认为魏征说的有道理吗 为了千百万将士的生命 是不是君子 有什么关系 李世民用计策让小人赵德言去了突厥 分化激发突厥内部的矛盾 而魏征却认为这不是君子之位 皇帝是天下的表率 皇帝都用这种小人方式 一定会给天下带来不好的影响 你可真够死板了 两军对垒 单凭战场的厮杀是不够的 懂吗 所谓准备靠算 打仗就是靠骗呐 赵德言果然不负李世民厚望 在突厥做大做强 他第一步就是加强税收 向其他小部落开始收税 同时打造了一枚精英 用来加强协力可汗的权威 这些做法给突厥的老百姓 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让他们民不聊生 在之前突厥的牧民打仗 都是自备粮草 只需要给自己的小可汗缴税 不需要给大可汗缴税 如今大可汗协力强行收税 相当于让牧民缴了两次税 让他们生活更加困固 抽吧 这鞭子如果抽在突厥可汗牧民的身上 突厥可汗的鞭子也会抽在你的身上 突厥可汗的人及时赶到 把协力可汗的人赶走了 大小可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面对协力可汗的横征暴敛 突厥可汗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他号召自己部落的人 大家齐心一起干掉协力 干掉杰力 虽然决心是有的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 草原上已经下了好久的大雪 囤积的牧草已经不多了 雪天还冻死了不少羊 眼看这个冬天就过不去了 他们决定向唐朝求援 如果有机会甚至可以联合大唐 灭掉协力可汗 面对突厥可汗的求援 李世民犯了难 不知道该不该帮 房玄龄很生气 他们居然还有脸求自己 他们这个时候 怎么不提 掠走我们的人口 侵占我们的土地了 杜如慧也认为不应该帮 这是天赐良机 利用天灾将他们耗尽 这样就可以不动干戈 轻松地把他们拿下 如果帮助了他们 等灾情过去 他们依然会拿起武器 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可李世民却不这么看 他们现在没有拿起武器 陛下 他们是面临绝境的灾民 房玄龄含泪苦劝 李世民依然不听 他给突厥可汗的部落 送去了大量的粮草和布景 让他们能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 可赵德烟闻到利益的味道 又给协力可汗出了一个馊主意 把突厥从大唐弄来的物资 分我们一半 这一次彻底激怒了突厥可汗 可他不分吧 打不过协力那边 分了吧 自己部落的牧民 又度过不了这个冬天 于是跟手下们一商量 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投降大唐 李世民兵不血刃 拿下了突厥最重要的一个部落 时机已经成熟了 李世民决定正式攻打协力可汗 准备重创东突厥 命兵部尚书李静 为定香道行军总管 命并州都督李世记 为宫墨道行军总管 命灵州都督薛万彻 为畅武道行军总管 命华州赐史柴少 为金河道行军总管 合军十万由李静总领 准备于草原十八部决战 这四大将军都声名赫赫 拥有无数战功 大唐精锐也都集结在此 准备彻底消灭东突厥 李静打仗勇猛异常 梁草已经运出三百里了 可李静等不及了 他激励军心 热血沸腾 我们要支驱五阳岭 不要希望梁草能跟上 不要希望能睡觉 沿途下马肘 斩 越是草原深处 越是漫天大雪 唐朝精锐不惧风雪 李静胡子冻住 直接拿刀砍掉 继续前进 而此时协力可汗 在自己大帐内喝着酒 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 他还希望等到来年春天 草长出来 再与大唐决战 可李静给不了他时间 经过一路狂奔 追随在李静身后的 只有三千人 但这些已经足够 风雪冻僵了李静的脸 他毫不在乎 继续狂奔向前 协力可汗还在大帐中 舒服地睡着觉 突然听到了唐军的响剑 还以为听错了 结果士兵惊慌失措而来 李静已经杀过来了 协力可汗来不及应战 只能仓皇而逃 此战突厥大败 消息传到长安 李世民欣喜若狂 协力可汗带着残兵一路逃窜 路上遇到了埋伏 又是损兵折将 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没办法派来使者 向李世民投降 这又让李世民犯了难 魏征认为不战而去人之兵 兵之上者 既然对方愿意投降 应该接受 大唐可以少牺牲 多获利 现在的胜利都是将军们的胜利 并不是国力已经强大到 可以一举消灭对方的地步 要一举解决 我认为还是要再积累数年 李世民也知道 目前国力不足 和的话 心有不甘 战的话 国力又不足 最终决定派唐检去弹河 但是条件一定要苛刻 避免突厥缓过来之后 再次进攻大唐 而李靖已经等不及了 他相信只要将军们足够厉害 不需要什么国力强大 他依然可以彻底消灭 达到现在 将士立功 只是二等 灭掉杰利 功为一等 将士争功 争一等 这是士气 岂不可摔 我要为将士争功 克里世民已经答应 协力可汗投降了 而红卢卿唐检 已经到了协力可汗的营帐里 如果现在发动攻击 唐检一定会性命不保 一个红卢卿有什么可在的 要知道这可是唐检 战功赫赫 未来也是要名列 林燕阁青史留名的 属下将领还是非常担心 虽然说是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但是没有皇帝手斥 煽动兵马等同于谋反 如果平定草原十八步是谋反的话 我就谋这个反了 既然主帅主义已定 其他将军也不说什么 李静亲自率兵一万人 待二十日粮草 直奔铁山附近 他要在那里生情协力可汗 如果我们连续奔袭二十天 到达铁山 生情吉利 朝廷给我们的就是 一等功 立功 立功 他们马不停蹄 日夜不鞋 终于离铁山只有三十里路了 此时天降大雾 李静更是兴奋不已 简直是天助我眼 他立刻派苏定方率领二百人 加速前进 发现协力可汗的银杖 铭笛直接往里冲 苏定方也是不是出的猛将 发现突厥银杖 疯狂厮杀 勇猛异常 李静在远方也听到了 他们的铭笛声 快速跟进 此时协力可汗 还在跟唐俭进行的谈判 外面突然传来喊杀声 还好此时协力可汗 比较厚道 没有立刻诛杀唐俭 赶紧找了一匹马逃命去了 唐俭一看已经乱作一团了 也赶紧逃命去了 好在他命大 捡回了自己一条命 最可怜的就是赵德言了 他一看协力可汗跑了 灵机一动 立刻去寻找可汗的金印 只要找到金印献给唐俭 就相当于自己立功了 依然会有荣华富贵 可好不容易刚找到金印 就被几个突厥士兵发现了 直接被对方乱刀砍死 一命呜呼 唐俊穷追不舍 终于在路上拦住了协力可汗 活捉了他 东突厥至此算是彻底被消灭了 李世民很快收到了捷报 扎在心里的这颗刺总算拔掉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传来噩耗 杜如会因为劳累过度 去世了 他还是没有来得及知道 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李世民消灭了东突厥 威震天下 周边几十个国家 纷纷派使者过来恭贺 一直不问世事安心养老的李渊 也盛装出席 来参加这规模最大的盛典 看着这么多国家对自己儿子的跪拜 他大受震动 这些国家都心甘情愿地接受李世民的管理 可天克汗自有天克汗的格局 你们还要正管理你的国家 真看就不必了吧 我们大家还是各自管好自己吧 这位天克汗 这要与你们一起 共保四海太平 万民安康 各个国家都敬献了无数金银财宝 珍贵器物 更有一个西域国家敬献了一支琵琶曲 声音委婉动听 非同凡响 这是这个国家专门给天克汗制作的 可李世明确说这个曲子自己好像听过 于是叫来自己的琴师 当场演奏了一番 声音同样美妙动听 而且曲子一模一样 大唐音乐 多彩四方 西域诸国 恭莫大音 卑神福的琵琶 确实高妙 曲子也确实是新的 只不过朕的工人记忆高超 任何曲子只要一听便能记得 而且立刻就能副奏 西域各国的使者都无比佩服 大唐的记忆 伯利 胸怀都让他们叹为观止 大家同坐一堂 推杯换盏 再歌再舞 李渊看到如此场景 热泪盈眶 这是在他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场景 当皇帝并不难 但是让万邦来朝 四海兵服 却是难如登天 自己当皇帝以来 一直都对东突厥称臣 每年要给他们 进贡无数金银财宝 就这样他们也要 每年过来打自己一次 吓得自己差点迁都 如今东突厥的 协力可汗 要向自己磕头跪拜 这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李渊拉着李世民的手 不停地拍着他的肩膀 看来皇帝 传给他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儿子太给自己争气了 好啊 我从来没见过 北湖南越的人 在 在一起跳舞啊 今天真是 大开眼睛 大唐对于这些国家毫无保留 东边岛国来的使者 非常欣赏唐朝的建筑 大唐的建筑 归力雄伟 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 他想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 回国之后想模仿建造 大唐倾囊相授 至今这个国家唐朝风格的建筑物 还存留了很多 此时大唐的声望 真正地达到了天下第一 大唐战神李靖消灭东突厥 立下不是战功后 却被御使大夫萧宇给状告了 当时李世民想求和 李靖却违抗圣旨 直接擅自调动兵马 突袭协力可汗 煽动兵马是谋反的大罪 萧宇状告的并没有问题 李世民乐呵呵地叫来李靖 李大将军 呵呵呵 你怎么又给自己找麻烦了 嘿 御使那些家伙 随他们去 御使那些人 主要任务就是给别人告状 尤其是萧宇 更是四处挑别人的毛病 见谁都怼 连李世民见了他都要犯处 当时李靖在气口 气口离长安千里之远 要等到皇帝的手势 早就遗误了战机 让协力跑掉了 李世民久经战阵 这样的道理自然懂 接力跑掉再集结兵力 那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可军阀毕竟是军阀 这样的事情也有先例 隋朝大将十万岁 击败了突厥的达头可汗 可隋文帝阳间不但没有赏赐他 还把他斩首了 朕不是阳间 朕置机你的功 你为大唐 立了大功 如果御使按军阀弹劾我 治我的罪 好吧 我就将功折罪 算是白打了 这引得李世民哈哈大笑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如果按军法处理了李靖 确实能给天下一个震慑 可是毕竟取得了胜利 也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 马上就法办统帅 很不好看 如果放任的话 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担心的不是李将军 我担心的是 纵容了其他人 魏征认为这不是李靖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军队的制度问题 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一样的 如果处理李靖 所得一定小于所失 虽然违反军法不是一个小问题 但结局的大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对比起来 违反军法也就是小问题了 而且就这次战役而言 只有罚过 没有闪攻 那天下人就会认为 朝廷只看缺点 不看成绩 甚至重视小缺点 而忽略大功绩 房玄龄也认为 如果要解决军队的问题 进行军队的改革 没必要和李靖为难 反而他在军队中的威望非常大 可以助皇帝一臂之力 李世民非常听劝 加授李靖为左光路大夫 赏赐筹断一千匹 增加十亿五百户 此时李靖的官职 还是刑部尚书 又把他改为了兵部尚书 让他好好地为 接下来的军队改革出一份力 杜如慧去世之前 提出了兵将分离的制度 但是实行起来却很困难 第一道阻碍就是兵部尚书李靖 他认为大唐建立还没多少年 东突厥刚刚被消灭 就对军队尤其是军官进行改革 会让他们产生狡兔死走狗篷的感觉 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 改革肯定不会以 虚弱军力为代价 这是当然的 那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既不削弱军力 又可以减轻财政的压力呢 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每年军费的开支 要占财政的四分之一 仗都打完了 还花这么多钱养军队 对老百姓没办法交代 李靖只提出问题 李世民却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杜如慧之前只提出了 兵将分离的概念 还没来得及写具体方案 就去世了 李世民和几个亲信大臣 一起想办法 改革是大势所趋 不能因为李靖的不支持而放弃 徐氏既是个直脾气 这推行李靖难道敢抗制吗 没那么简单 李将军不配合 改革难以进行 李靖将军 为何要反对了 房旋灵认为李靖可能担心 改革会影响军力 一旦遇到战争军队就无法对抗 徐氏既已语道破 只怕李将军有私心吧 被李世民挥手打断了 不能再说了 再说自己内部就先乱了起来 魏征提出了一个看法 不如先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既可以改革 又能保证军力不受损 到时候看李靖还能说什么 以房旋灵为核心 召集了几个重要大臣 他们商量了几天几夜 终于拿出了一个方案 原先唐朝主要的军事单位是都督府 这次把不经常发生战争的都督府取消 一共四十个 这里的军队全部解散 只保留边疆和重要战略地带的都督府 一共十个 那解散的军队有多少 有二十七万人 他们都可以分到田地吗 大乱过后 土地闲置很多 现在缺乏的不是土地 最缺乏的是劳力 现在土地有余 劳力不足 李世民提议不如把土地都分给军队 农忙的时候务农 农闲的时候练兵 这样既可以接上财政开支 又会增加社会财富 这样一来 除了军官的俸禄 战斗的器具和军马 也就没有更多的开支了 既是农民又是士兵 以兵以农 不是很好吗 这 这简直是太好了 所有大臣们都说好 第二天朝会 李世民专门问了李静的建议 面对详细的改革方案 李静一脸无奈 可又找不到反驳的借口 李将军 朕需要你的帮助 臣尽全力协助陛下 经过多方的努力 军队改革初见成效 李世民看改革差不多了 就把李静由兵部尚书 提拔为右仆业 兵部尚书为右仆业 这可真是出将入相啊 只有李静一脸无奈 他这算彻底接触不到军队的管理 李世民在太极殿跟中大臣举行晚宴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他不由感叹 今年粮食怎么这么便宜 贞官初年的时候 关中的一斗米要卖一匹捐的钱 长孙无忌跑出来拍马屁 他说皇帝很不容易 即位第二年闹蝗灾 即位第三年闹水灾 百姓都四处讨饭去了 但是没有怨言 那是因为陛下 陛下勤政爱民 这马屁拍的就有点过分了 百姓都四处要饭去了 怎么会没有怨言呢 魏征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又出来泼冷水 陛下 我这 又要扫兴啊 他认为粮食便宜未必是好事 古剑伤农 李世民不禁好奇 古剑怎么伤农呢 房玄龄出来解释 去年一斗骨 值十钱 今年呢 一斗骨只值三钱 那么一斗骨不是 就少了七钱吗 谁还愿意种田呢 魏征立即指出了 现在制度的一个巨大问题 贞官初年的时候 鼓励农民多种粮食 那是因为当时战乱刚刚平定 要让农民多种地有粮食吃 现在收成大好 还让他们只种粮食 不许农民共生发的武器 古剑伤农 若不伤农 就是要百姓 种些值钱的东西 等来年粮价上涨 他们自然又会重新种回粮食 这就是因实质疑 李世民固有感叹 本来李世民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文采 结果魏征又来拆台 一句话到处的典故的出处 太不给面子了 李世民不想搭理他转移话题 真问 到底是打天下 容易呢 还是治天下 房玄陵认为当初群雄逐鹿 每一个地方都要历尽艰辛打下来才行 无意不是硬仗 在这个过程中 多少好兄弟死在了战场上 来不及享受着胜利果实 当然是打天下难呀 魏征却不这么认为 新皇帝能产生 一定是借助天下大乱 原来的皇帝昏馈无能 天命已经要转了 可得了天下之后呢 容易骄傲 沉迷安逸 百姓这个时候需要安定 而得天下者呢 反而增加姚艺 得天下者很难明白 这么一来 玻璃又开始衰退 魏征认为治天下更难 李世民很理解他俩 方玄陵跟着他打天下 九死一生 所以知道打天下的不容易 而魏征是在治天下的时候 才跟着他 所以知道治天下的艰辛 他告诫诸位大臣 一定要想想治天下的不易 老百姓的不容易 一定要谨慎呀 哪怕李世民这样的圣明天子 也会冤杀好人 有一个叫做李浩德的 经常说自己要当皇帝 这属于谋反的罪过 李世民派人把他抓了起来 让大理成张运古负责调查 发现李浩德并不是真想谋反 而是得了精神病 胡言乱语而已 张运古此前办事非常公正 很得李世民信愿 这个案子 朕已经交给你办了 你以前办案 朕见过 你办案的能力 朕放心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谢陛下 就在这时 御史权万计站了出来 他说张运古此前办事一项公寓 但是这次有点特殊 张运古此前一直居住在向周 与向周刺使李浩德交情深厚 而这李浩德就是李浩德的弟弟 李世民听完瞬间变脸 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欺骗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为什么不让报 陛下 我与李浩德有私交是真 可李浩德身染狂击也是事实啊 陛下不可以因为我与李浩德有私交 而冤枉了李浩德 张运古 朕以下以为 你秉公执法 不寻私情 你太让真失望了 眼看李世民已经暴怒 全万计又出来火上浇油 他猜测这个李浩德的精神病是装的 因为张运古经常去找他下棋 不断地被欺骗 李世民忍无可忍 直接让侍卫拉下去斩了 房玄林看见当事慌了 立刻站出来想要说情 被李世民一眼瞪了回去 魏征也要站出来说情 也被怒吼了下去 这回李世民真的怒了 真的要杀人 魏征也不敢继续劝谏 否则自己小命不保 没有调查 没有审判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一个大里程就被当场斩杀了 事后调查清楚 发现李浩德的病是真的 张运古被冤枉了 李世民十分懊悔 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到了房玄林身上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 为什么 我 现在人都死了 你用来品评 朕要你有什么用 房玄林能说什么呢 当初他是要阻止的 只是被吓了回去 李世民下令 今后 凡是朕下之斩首 哪怕是立即执行的 你们都要上奏 负义三次 可怜了张运古 一个公正之人 就这样白白冤死了 唐朝初七 吐蕃开始崛起 四处征战 非常强势 他们率领雄兵 逼近松州 只为能迎娶唐朝公主 扬言若不和亲 便率兵大举入侵唐朝 面对如此要求 唐朝将军奋力反击 很快就把吐蕃打了回去 可吐蕃的赞谱 还是不放弃 前使谢罪 并再次请婚 房玄林认为 应该答应吐蕃蕃的要求 朝廷内部举办了一场马球比赛 许多宗室女孩都出来参加了 其中高阳公主一马当先 平平进球 而另外一个女孩也不甘示弱 和高阳公主赶抢赶拼 李世民站在外面 欣赏精彩的马球比赛 准备选择要去吐蕃和亲的公主 她已经心有所选 恰巧此时 球部小心出了界 正好滚在了李世民附近 一个女孩前来捡球 被李世民拦住了 你答应这一件事情 这就让你过去 什么事情啊 先答应 你不告诉我什么事 我怎么答应啊 你答应了 这就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答应 李世民并不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反而用惋惜的口气告诉她 会错过一次显贵的机会 这个女孩十分好奇 自己是大唐宗室之女 还有比这个身份更显贵的吗 你听说过皇后吗 皇后 陛下 你疯了 我怎么能当你的皇后呢 天地下不止一个君王啊 李世民不再打雅谜 唐朝要和吐蕃和亲 吐蕃的首领也是王 嫁给她也是皇后 可这个公主却心不甘情不愿 吐蕃太远了 吐蕃离长安 有几千里远 这 这不是流放吗 乱讲 这个女孩虽然满脸稚气 可也不傻 这一去千里之遥 可能再也回不了长安 再也打不了马球 再也见不了自己的父母 而且吐蕃物资匮乏 生活极为艰苦 听说他们连脸都不洗 活脱脱的野人形象 李世民怒了 对她小致以大意 身为宗室之女 就要履行自己的责任 成为吐蕃的王后 大唐和吐蕃就能和平数十年 这个小姑娘又能怎么样呢 哭哭泣泣的 只能答应了 她哭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 去了 就永远别回头 旁边马球场上 李世民的亲生女儿高阳公主 又进球了 兴奋地大叫起来 而这个小姑娘 只能伤心地去履行她的责任 这个小姑娘就是大名鼎鼎的文臣公主 她将促成吐蕃和唐朝几十年的和平 让大唐百姓免除吐蕃的战火 大唐战神李静六十四岁了 重病缠身 已经连续多日没有上朝 而大唐西边土玉魂部又新兵伐唐 侵略了唐朝不少土地 李世民打算出兵抵抗 最合适的统帅还是李静 可他太老了 脚上的病也没好 李世民犹豫不决 在家休养的李静听说要征战土玉魂 立刻精神抖擞 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 打算挂帅远征 这次不能没有我 你不要老掺着我 你越掺着我 我还真以为我不行了呢 我要进宫 我要进宫 李静找到李世民 请求领兵出战 离击败突厥只过去了五年 怎么能说自己老了呢 李世民哈哈大笑 可看着李静从宫外进来 李拜坐下 苍老的形态掩饰不住 真为李静的身体担心 听罢这些 李静咬着牙 使劲晃晃悠悠站起来 装作若无奇事 向李世民展示 只希望能为国出战 确实有点老了 不过这回啊 我一定要领兵 最终李静如愿 被任命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指挥各军 征讨土玉魂 土玉魂的服允可汗十分狡诈 他一面往西败退 一面让人把野草烧光 以断绝唐军马草 让他们不战而退 在这军情紧急时刻 利州都督高赠生 一物军妻 姗姗来迟 李静怒不可遏 一物军妻 跟我拿下 将军 将军 我们遇到了 将军 我们 把他给我关起来 这个高赠生是李世民的亲信 这一关 差点给李静带来大火 唐军现在没有新的草料 战马没有吃的 没办法长途追击 仲将军纷纷建议 趁早退兵 等到来年春天青草长出来 战马有充足的草量 再继续追击 侯军极力排众议 土玉魂如同老鼠飞鸟 四散逃亡 连赤寇都没有留下 他们已经无法联络组织抵抗 现在正是彻底征服他们的好机会 李静也十分赞同侯军级的看法 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他奋兵两路疯狂追击土玉魂的军队 要彻底消灭他们 太上皇李渊终于快不行了 临死之际 还在等着李静获胜的消息 等待着他亲手创建的 这个国家的右翼荣耀 可终究还是没等到 贞观九年五月初六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逝世 享年七十岁 在他的丧礼上 李世民全家都来了 可各有各的神态 哭得最伤心的是李泰 李世民的四儿子 他嚎啕大哭 伤心之情让在座的众人为之动员 李世民的长子李承前 却打起了瞌睡 只希望丧礼赶紧结束 他好回去玩耍 被李泰打了一下 才猛地清醒一些 但这失礼的行为 被众人看在眼里 李世民面无表情 他只担心跟土玉魂的战士 询问身边的房玄灵怎么样了 房玄灵却感觉 丧礼上谈论这些不太好 打丧是朕事 打唐的事是 喜不平定 也不知道此时的李世民 是真的关心过事 还是对自己老爹的死满不在乎 李静的迟暴还是来了 果然不负众望 大获全胜 消灭了土玉魂 他们的可汗也在战场上被杀死了 大唐战神李静 先是消灭东突厥 又是消灭土玉魂 两次巨大战功 可回到长安后 总是有人告他的状 李世民非常惊讶 询问原因 原来是在消灭土玉魂的过程中 历州都督督高赠生一误军期 被李静关了起来 而这个高赠生也是秦王府的旧将 是李世民的生死之交 他自己气不过 回到长安后就诬告李静谋反 诬告谋反 按律反作 看来 只有杀这个高赠生了 李静神情一致 先是感到欣慰 毕竟是帮助自己出气 但很快就感到不含而立 连高赠生这个嫡系亲信都舍得杀 他们这些非亲信的将军们 日后又会有怎样的待遇呢 李世民当皇帝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是功臣 许多功臣凭借之前的功劳肆意妄为 让他很是苦恼 打天下 得天下 功臣犯法 永远是个难题啊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现在整个大唐朝最大的功臣也就是他李静了 他李静不但功劳巨大 还不是李世民的嫡系 当年玄武门之便耍滑头 两步相帮 到现在哪怕立下了巨大战功 也得不到李世民的绝对信任 所以李静请求辞官回家 安心养老 而李世民只看着他一瘸一拐地离去 并未挽留 又一日早朝 玉池静德大踏步地走进朝堂 发现上等座被一个官员给占了 很生气 你怎么坐在这儿 吴国公 我不能坐在这儿吗 我坐在这儿 是因为我的功 我的轩 你凭什么坐在这儿 这个大臣也很委屈 是监理官让他坐在这儿的 玉池静德可不管这一头 直接上手把他推倒在地 两方就打了起来 任臣王李道宗过来劝甲 被玉池静德一拳头挥在了眼上 整个朝廷乱作一团 这时太监通报皇帝驾到 大臣们纷纷跪下 可玉池静德依旧不知道收敛 天下是我诸不下打的 你敢对我误理 这嚣张的样子 被李世民看个正着 看着倒在地上疼得嗷嗷叫的李道宗 玉池静德害怕了 毕竟打伤的是王爷 他赶紧出来磕头认罪 李世民没有搭理他 反而聊起了刘邦 他不想学刘邦杀功臣 他想跟大家们共享富贵 他又聊起了高增生 一样的战功赫赫 一样的犯了重罪 高增生啊 这是真不忍心 按照律法将他斩首 他们都是朕的手足啊 面对手足 朕 朕宁可 朕宁可赴天 李世民流下了泪 他要到南郊去 铺上草席 跪在那里 一天只吃一顿素食 谢罪于天三日 只为患得高增生一条命 把他流放远方 大臣们哭成一片 他们怎么忍心李世民 如此苛责自己 纷纷跪下劝他 不要这么做 这一跪就是一天 终于李世民 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但是下了一道罪己诏 表明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向天下谢罪 高增生也借此逃过一命 有人告发 玉池敬德谋反 李世民当面质问他 只要回答稍有不慎 轻则失去皇帝的信任 重则会被治罪 甚至满门抄斩 而玉池敬德三招轻松化解 第一招 反客为主 情胆绑架 我随陛下 血雨腥风 神经百战 只不过是刀口 剩下了一块活肉啊 如果别人诬告 进不到我的心里去 如果 陛下怀疑我 那真是扎到我心里去了 第二招 展现伤痕 赢得同情 玉池敬德把上衣一脱 满身的伤痕全部亮了出来 那些伤痕依旧触目惊心 李世民开始还有些怀疑 可看到这些伤痕再也不淡定了 泪水瞬间流了下来 当年两个人 一张弓 一敢说 单挑斗剑德大赢 往事浮现于心 多少生死关头 都是玉池敬德救了他的命 李世民愧疚不已 忙着解释 我不怀疑你 我不怀疑你 第三招 顺势抱上李世民大腿 倒在他怀里 抽气不止 把兄弟之情推到极致 李世民本身就是重感情的人 对待功臣一直很好 看到玉池敬德这样 懊悔不已 搂着他嚎啕痛苦 这个危险的谋反官 玉池敬德算是过了 但他也明白了半君如半虎 这次过关下次就不一定了 他决定请求辞官 让下人找来长福 准备做一个闲散的富家翁 而另外一个大功臣也感受到了危机 他就是李静 他不但辞官回家休养 还闭门谢客 杜绝任何传言 就是亲起来 也不要随便见 贤惠的长孙皇后也重病缠身 眼看要不行了 他始终放心不下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性格太软弱了 没有自己的主见 这样的性格怎么能顺利当上皇帝呢 自己不在了 这个儿子该怎么办呢 他又叫来李世民 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世 不能因为自己的死而劳动天下百姓 浪费财物 李世民想下诏大赦天下 为皇后祈福 希望病情好转一些 也被长孙皇后阻止了 不能因为自己的病而影响天下大事的运行 李世民只能答应了他 李承前为自己母亲的病情很着急 他和手下来到长安城外 希望用射大雁的方式给自己母亲祈福 我许一个月 如果能射中那支雁 母亲的病就会好 只见他拉满弓弦 朝天上的大雁射去 连续射了很多支箭 都没有射中 可他们射箭的地点坏了 就在太极宫外 那些箭都射到了太极殿内 立刻有侍卫报告给李世民 这可是大事 李世民本身就是发动叛乱上尉 对这种事非常敏感 立刻让人被假准备应战 同时派出侍卫去捉拿射箭之员 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李世民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 态度真是天差地别 一场兄弟相争 父子向害的惨剧又要上演 大儿子李承前是当朝太子 性格有些懦弱 但是非常孝顺 自己母亲病重 他打算设宴祈福 希望上天保佑他母亲赶快好起来 可不小心见射进了太极殿里 惊动了李世民 以为有人起兵谋反 立刻派出玉林军抓捕 李承前心理素质也差 看到有人来抓自己了 扭头就跑 奔跑途中不小心摔下马来 把腿摔折了 可怜的李承前被人拖着 带到了他父亲面前 不问缘由 就遭到一顿训斥 李承前腿上流满了血 疼得说不出话来 房玄林看到如此惨状 想向李世民解释一下 结果也是一顿责骂 身为太子占世 为什么管不住太子 让人直接把太子拖了下去 关了禁闭 可怜了李承前 就是因为没有立刻救治 他的这条腿算废了 落下了终身残疾 李世民又把气都撒在了房玄林身上 责备他没有管教好太子 并给了他出乎意料的惩罚 止去你的一切惯之 退出宫去 等他气稍微消散 才看到小太监们在擦着宫殿的血迹 才从太监嘴里知道 此事的前因后果 以及太子的伤势 可李世民并没有心疼太子 让他拖着残腿旁听朝会 而朝会的内容 竟然是朝中三平以上的大臣 见到自己另外一个儿子李太 没有下跪请安 他严厉地训斥了这些大臣们 替李太打抱不平 李承前越听越气愤 自己摔腿以来 听到的全是责备 没有关心 而只是因为大臣们 没有向弟弟李太下跪请安 自己父皇就大发雷霆 同样是同父同母的亲儿子 这待遇差距也太大了吧 他也不顾李仪体统 朝会议结束 不等父皇说话 拖着一条惨腿 一瘸一拐地离析而去 满朝大臣面面相去 他这个太子的威严也当然无存 李世民依然没有关心这个嫡长子 他的心思都在嫡次子李太身上 他太喜欢这个儿子了 怎么看怎么像自己 一样的爱读书 一样的刚毅勃感 现在他这个儿子正在编转过地址 要把天下的地理书籍汇编在一起 要从里面找到京士记名的方法 李世民越听越高兴 当场把礼部尚书围挺安排给他当老师 这可是朝廷重臣 李太的实力又增加了一层 看自己父亲开心 李太趁机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 想开设文学馆 广招天下文采 李世民直接答应了 这操作把长孙无忌都看懵了 要知道当年李世民就是借开设文学馆之名 收买天下文臣为己所用 培养自己的文官势力 这些文臣在玄武门之变中 也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李太开设文学馆难道也是要学 自己老爹培养文官势力吗 回去的路上 长孙无忌委婉地提醒 下一代的年轻人都起来了 都有大志向 而且对李成前严厉 对李太喜爱 这么做有些不妥 而李世民却不以为然 赶紧转移了话题 他也陷入了当年他爹的困境 在两个儿子之间徘徊不定 一个大臣禀报一个好消息 宣州饶州发现了铜矿 他建议李世民快快开采 每年可增加收入数百万贯 李世民并没有多高兴 反而问他自己要那么多钱干嘛 这个大臣一时语色 畏畏缩缩说钱多了肯定不是坏事 对这种整天劝他搞钱和增加税收的大臣 李世民非常痛恨 钱都来自于老百姓 皇帝的钱多了 老百姓的钱就会少 这告诉你 这缺的不是钱 这缺的是逆儿的中年 每年的收入数百万贯 不如每年多一位优秀的人才 这个大臣从未纠正过李世民的过失 从未斥责过那些不称职的官员 从未举荐过一个人才 李世民越想越生气 当场免了他的官职 省得浪费俸禄 温婉贤惠的长孙皇后要不行吗 他临别之前叫来李世民 最后嘱咐了他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死后 找个山洞 把自己放到洞里 不要铺张浪费 等李世民百年之后 两人在一起合葬 陪葬的物品一定要简单 不能因为自己的去世 给天下的百姓增加负担 第二件事是千万不要给自己家富贵 不要给自己哥哥长孙无忌高官 自古外欺当权有善终的都很少 为了保全张孙家的后代 陛下 你千万不要给他们高官 张孙无忌看着自己这个妹妹临死之前 还在断自己的升官之路 也无可奈何 只能静静地听着 第三件事是给房玄灵求情 自己儿子李承前犯错 跟房玄灵无关 却免去了他全部官职 对他不公平 希望李世民能恢复他的官职 继续重用他 第四件事就是不要让儿女们回来奔丧了 看见他们悲气 这会扰乱你的心意 还有最后一件事 也是长孙皇后最不放心的 就是自己的大儿子李承前 本来李世民就看不上他 如今腿也缺了 影响太子的威严 承前的腿不方便 我求陛下 分太子 慎重了 贞观十年6月21日 长孙皇后去世 年仅36岁 嗜好闻得皇后 没有长孙皇后的帮助 李承前的太子之位更加危险了 他将独自面对苛刻的父亲 不怀好心的弟弟 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而对长孙无忌看来 妹妹的死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李世民在位这十年 虽然自己被充分信任 可是有自己妹妹的压制 他始终没有实权 没有治权 这十年可以说是房玄陵的时代 而自己妹妹去世了 他将亲手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成为大唐王朝出皇帝以外最有权势的人 属于他长孙无忌的时代要来了 李世民嫁了很多女儿给功臣 达到亲上加亲的效果 香城公主嫁给了萧宇的儿子萧瑞 清和长公主嫁给了程咬金的儿子程楚亮 程阳公主嫁给了杜如慧的儿子杜和 现在李世民想把高阳公主嫁给御迟静德 问他怎么样 我的妻子啊 长得虽然不好看 可是我们贫贱夫妻 在一起生活很久了 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古人说 富不亦妻呀 御迟静德比李世民还大十四岁 让他娶李世民的女儿实在是不好意思 恰巧未争前来 他赶紧找个借口溜走了 李世民把这件事说给魏征听 夸赞御迟静德 富不亦妻的美德 而魏征却很好奇 御迟静德和李世民是平辈 怎么会想起来要把女儿 嫁给自己的平辈朋友呢 这样不好吗 与伦常不合呀 我弄不懂伦常 太复杂了 李世民虽然是汉人 但是具备鲜卑族血统 生性豪迈 对这些刚理伦常啥的完全不懂 也不在乎 他只知道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自己最信任的朋友 属于亲上加亲 好上加好 可谓正确在乎这些 他这次找李世民也是为了刚理伦常的事情 贤惠的长孙皇后走了 李世民想重新立一个新皇后 而这个人选却是杨妃 这个杨妃当年是齐王李元吉的妻子 李元吉选武门被杀 就跟了李世民 非常受宠幸 但从伦理关系上来讲 杨妃是李世民的嫡妻 立为贵妃没太大问题 但是立为母依天下的皇后 与李治不服 天下人也不服 我还是搞不懂 这里边有什么关系吗 魏征静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先被突厥这样的民族 弟死后兄长娶弟媳很常见 可中原人对轮常很在乎 在天下百姓看来 这种行为属于大逆不道 于是他讲起了 静文公娶执习附营的故事 他们的关系更加错乱 为了方便讲明白 还拿出妻子一个一个摆出来 帮助李世民理出关系 借这个故事未争告诉李世民 轮常的重要性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刚常有序天下才能稳定 陛下对轮常的处置 将会影响人心啊 要谨慎啊 李世民听着也很有道理 决定不再立杨妃为皇后 可他也没有对刚李轮常重视起来 导致唐朝最初的这一百多年间 父子相残 不顾备分乱娶女人的事情 层出不穷 这也成了盛世大唐的一个污点 李世民对跟他一起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大臣有多好 哪怕过去了十二年 依然铭记于心 十二年前的今天 和朕在一起的人 朕永远不会忘记 房玄龄因为是太子的老师 太子犯错他被革职在家 在玄武门十二周年纪念日上 李世民专门跑到房玄龄府上 恢复了他的一切官职 并告诉他玄武门之变时的帮助莫齿难忘 旁边跪着房玄龄的二儿子房一爱 这些话他都记在了心里 原来帮助一个皇子发动叛乱当上皇帝 能得到如此的感念 这也为他日后叛乱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也见到了房玄龄的两个儿子 问起他们有没有娶亲 房玄龄一脸苦笑 现在正在给大儿子房一职订婚 订的是长安的卢家 不过不太容易啊 李世民不敢相信 房玄龄可是当今朝廷第一重臣 什么 在长安 还有你不容易的事 这卢家 是大姓啊 什么大姓不大姓 这样 真把女儿嫁给你大郎 李世民想嫁的就是自己的女儿高杨公主 长得非常漂亮 活泼可爱 房玄龄受宠若惊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一下子跟皇帝攀上了亲家 可这样的好事 他的大儿子房一职却明确拒绝 那皇族的公主 哪个伺候得了啊 人不是说了吗 世上两件难事 陪太子读书 做公主驸马 我不想委屈自己 看着这个憨直的儿子 房玄龄无奈地笑了起来 不过这也犯了难 总不能告诉皇帝说自己儿子看不上公主吧 房一职灵机一动 可以嫁给自己弟弟房一爱啊 他这个弟弟一直想出人头地 天天往卫王李太府里钻 把公主嫁给他 他一定会很高兴 房玄龄也不想放弃这门亲事 同意了这个想法 房玄龄恢复官职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改谋反的连作处罚 兄弟两个人不住在一起 一方有了好处是不会分给另一方的 而一旦有一方谋反 互相连作都处以死刑 这样不但残忍也不合理法 应该修改为流放 李世民非常认同 认为改得特别好 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房玄龄这样一改 受益最直接的就是自己家 若干年之后他二儿子房一爱谋反 因为他的这个修改 他的大儿子只被判为流放 让房是一脉得意延续 房一爱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人 他一直想学习自己的父亲 拥立一位亲王登上皇位 这样也会像自己父亲一样 有滔天的权势 他不断地给自己父亲 说着卫王李太的好 分析着卫王李太的优势 可卫王不仅仅是卫王 卫王他还是左五位大将军 雍州木 就连京城都归他管 这可是所有的亲王都比不了的 如今李太的局势 跟当年李世民太一样了 不管是权势还是人心 都达到了顶点 哪怕作为太子李承前老师的房玄龄 心里的天平也都发生了改变 在唐朝释迦大姓猖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房玄龄此时是朝廷第一宰相 朝廷大事多出自他之手 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就这样的重臣 还要费尽巴结那些大姓家族的人 像我这样还是出身的人 要靠与大姓结亲 才能被人看得起哦 李世民就不理解了 他已经答应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 高杨公主 嫁给房玄龄二儿子房一爱了 难道还有人看不起他吗 房玄龄一声叹息 这大姓原家 几朝几代以前就是显贵 香火绵延 有着自己的家族传统 虽说家道中落 可还是看不起他这种白手起家的人 你随我打天下 现在得了天下 还有人敢瞧不起你 叫人看得起 不是因为你的功劳 而是因为你的亲家 真是多多怪事 房玄龄嘲笑起一旁的魏真来 他还没自己强呢 魏真为了给自己儿子娶个大姓之女 要出巨额的彩礼 到现在钱还凑不齐呢 李世民听着这两位重臣的话 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自己打了天下 却不能给他们这些功臣须敏 还要让他们委屈地巴结别人 他回到自己宫殿 手拿长硕 面色凝重 目露凶光 当今天下 敬礼 而此时朝堂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李世民对这大姓家族反感到极致 今年科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世民想继续沿用去年的主考官 但是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反对 去年的主考官不是望族大姓 出身低微 许多大臣联名上述要求 必须更换这名主考官 李世民决定这件事改日在意 他对士族大姓一直搞不太明白 好像每个地方的大姓都不一样 于是一名大臣给他做了普及 山东 王崔卢里正为大 过江 王谢元宵为大 东南 朱章故路为大 关中 维培 柳须阳度为大 代北 元 长孙 于文 于禄 元斗为大 听完这些他哈哈大笑 这些大姓荣耀了几百年了 到他这里该改一改了 他决定重新编写士族制 把他家的理性提上来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天下性理 要以李为尊 魏征要给儿子结一门婚事 是山东名门望族王家 对方开口就要聘理七十万 拿不出这个钱 连女孩长啥样都不给看 魏征夫人一脸埋怨 对方虽然是名门望族 但是家境破落也快七十年了 彩礼居然要家这么高 自己家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没有七十万就娶不到王家的闺女 魏征也无可奈何 自己出身贫寒 天下大乱 四处投靠民主 大起大落 终于在李氏明之落脚 成了朝廷重臣 可说起来到底是韩氏出身 山东王姓是大姓 魏晋南北各朝都做大官 魏征选来选去 才选中王家 攀附上这个名门望族 别人才会瞧得起他 魏征夫人感觉还是太贵了 山东有五大姓 是不是可以看看其他家女孩呢 也许会便宜一些呢 我打听过来 这还是最低价呢 如果找崔家 能要咱们半个长安城 没办法 魏征只能四处去找朋友借钱了 看看能不能凑够这七十万 另外一边房玄林家 大儿子的婚事也不顺利 卢家老爷见了房医之一面 发现对方习气很不好 一边跟人聊天 一边手还抠着脚 抠完脚还用那只手直接喝水 真没想到当朝 第一宰相的儿子就这样 令人大失所望 有儿子就能想到老子 大代房玄林也会跟人见面抠脚 他想放弃这门婚事 反正朝廷中有的是朝廷重臣 想跟自己结亲 卢家老夫人也对房玄林的出身一脸鄙视 这房玄林 是有实权 可是他出身韩氏 韩氏啊 哼 韩氏啊 我们卢家根本就不考虑 这卢家老爷仗着自己是高门大姓 不但看不起房玄林这种温臣 就连武将也看不起 一名将军立了战功 李世民很高兴 当场赐姓为礼 对于武将来说 这是天大的荣幸 于是在家里举行了隆重的宴会 庆祝自己被赐姓为礼 卢家老爷参加了这场宴会 静止走向皇帝赐的李姓前面 磕完头扭头就走 完全不搭理这名将军 弄得这名将军一脸尴尬 可将军的手下就不是很文明了 上来就是把他一顿暴打 揍得鼻青脸肿 卢家老爷手中并没有失权 被打了也无可奈何 只能找另外大姓的朋友喝酒吐槽 不过呀 是为朝廷立了点功 他真以为自己啊 就成了贵族了 旁边的朋友们还一个劲夸他 卢先生啊 到底是高门大姓啊 今天这一打 更显出了先生的风骨 可这毕竟是藐视了皇帝赐的理性 消息还是传到了李世民耳对 他勃然大怒 让长孙无忌亲自调查 要把这个卢家老爷法办 魏征赶忙来劝谏 他认为不可扰民 再大的姓也是天下之民 所以也不可扰啊 如果执意追查下去 会造成民间的波动 李世民顿时怒了 他看这些大姓家族不爽很久了 整天鄙视这个 看不起那个 连自己的官龙李世都不放在眼里 他怒斥魏征 是不是因为自己儿子与大姓联姻 才过来给卢家说情 而且你魏征说什么再大的姓也是民 那怎么不让自己儿子娶平民之女呢 魏征反击道 陛下的意思是 要大臣和韩氏联姻啊 魏征 气得李世民说不出话来 不管李世民还是魏征 嘴里都说着天下百姓平等 但是谁也不会让自己儿子 娶普通百姓的女儿 都上赶着 想娶世家大族之女 李世民怒气难消 一脚踹飞了地上的胡凳 转身跑回了自己殿内 询问长孙无忌 你跟我说 我怎么才能杀了这个老东西 长孙无忌得知惹怒李世民的居然是魏征 立刻恭喜他喜得良辰 并且夸张地跪了下去 称赞魏征实事不忘自己是一个贱军 是大唐的姓氏 应该嘉奖才是 李世民感到这一幕似曾相识 长孙皇后也曾用类似的话 劝过他饶恕魏征 可想起魏征来就恨得牙痒痒 多少次当着众人顶撞自己 都宽恕了他 还给他奖赏 可他反而得寸进尺 李世民知道他是个人才 可是魏征的那个态度让人烦死了 张嘴是大道理 闭嘴就教训人 他简直把我当个孩子 他在利用我的宽容 长孙无忌灵机一动 说出了一个办法 可以好好置之魏征 让他在众大臣面前出口 听完这个办法 李世民都不禁偷笑起来 他消了气重新回到大殿内 郑重向魏征道了歉 魏征 刚才是朕做的不同 朕在这里 向你表示 谢意 并且过几天要设宴款待他 到了设宴的日子 李世民邀请了几位亲近大臣 上了一盘盘菠菜 原来魏征酷爱吃菠菜 可他夫人嫌弃菠菜味大 不让他在家吃 导致魏征一见了菠菜 就不顾形象大吃起来 魏征看着眼前的菠菜口水直流 可李世民就不下令开餐 反而不停找话题聊着天 急得魏征直咽口水 着急的样子逗得房玄灵 这些人捂着嘴笑 魏征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坦言自己爱吃菠菜 请求皇帝让他立刻开吃 得到应允之后 就疯狂地吃了起来 真可谓狼吞虎咽 这个样子让李世民哈哈大笑 终于见到魏征出丑的样子了 其他大臣也纷纷把自己盘里的菠菜 倒给魏征吃 魏征吃得心满意足 君臣其乐融融 唐朝初年 虽然皇位落在了李家手里 但是天下名望 还是归于那些名门望族 尤其是崔 卢 正 李 王武大姓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根深蒂固 深受百姓敬仰 就连房玄灵魏征这些朝中重臣 也争相与这些大姓联姻 让自己脸上有光彩 这在杀伐果断的李世民眼里 是不能容忍的 大士族实力强大 对皇权不利 于是他召集大臣 以高士连为首 让他们重新修整士族制 以此打压这些士族的名望 历代的士族制 讲的是门阀大族 我们大唐的士族制 要把所有的姓氏都编进去 哪怕李世民给了这样明显的暗示 负责编写的高士连 还是让大家把注意力 集中在传统大姓上面 其他的小姓一笔带过 有大臣提出一意 关龙李姓要列为第几等 高士连毅然让大家如实地写 经过漫长的努力 士族制终于写出来了 高士连把他们摆得整整齐齐 他首先把第一等姓 拿出来递给李世民看 这姓催的怎么会是一等 催姓 当然是第一等姓了 李世民直接把书扔在了地上 面露不悦 恰巧防玄灵和魏征赶来 李世民也让他们看一看 有没有问题 两个人拿着书 要么夸字很漂亮 要么夸书的装潢不错 就是没人看到第一等姓没有理 这催姓为第一大姓啊 开篇也开得好啊 好 看着两个朝廷重臣满是夸赞 硬是看不出里面的问题 李世民非常愤怒 这些大姓多出自北齐南梁陈朝 他们祖先即使出了几个人物 也不值一提 更何况他们的子孙品行才学 官决地位 一天不如一天 每况愈下 就是这些破落户 都快沦落到做小生意的帝国 还在为自己的门第感到骄傲自豪 寡连贤耻 世人竟然还觉得他们高贵 朕就不明白 那些破落户 有什么值得羡慕 尤其是希望和他们通婚 你就是送给他再多的钱财 他们也觉得你们寒酸 李世民发泄完自己的情绪 终于说出了这版 氏族至真正的问题 李姓是几等 现在是第四等 打天下是四等 这些话很重 吓得高世连立刻道歉 承认自己错了 马上重修 李世民直接下诏 搜集天下家谱 以朝廷现任官员等级为准 考察史书记载 研究真伪 分辨备份 理定等级顺序 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 经过高世连他们持续的努力 重新修订的氏族制也做好了 官龙李姓名列第一等 原来的第一等崔氏 变成了第三等 通过修订氏族制 使一部分做官的氏族地主 取得了氏族身份 没落门阀氏族受到进一步打击 逐渐衰落下去 李世民让房玄龄 做太子少师 也就是太子的老师 可房玄龄死活不干 跪在太极宫的门口 一连几天一定要辞去这个官职 宫殿内长孙无忌 给李世民解释背后的原因 李世民当皇帝后 房玄龄一直处在高位 手握重拳 单独这一点就让无数人记恨 不停地有人弹劾他 后来他的二儿子房一爱 娶了李世民最喜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成了驸马 他的女儿也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 成为韩王妃 他现在既是朝廷重臣 又是皇室亲家 未及人臣者下场一般都很惨 现在又让他当太子的老师 他岂能不害怕 长孙无忌建议 还是让他辞去太子少师这个官职吧 省得给他惹麻烦 可李世民就是不听 不 我就不 我就是让他做太子少师 我偏让他做 李世民也有自己的道理 现在朝廷上上下下都认为 太子李承前会被废 让房玄龄成为太子老师 就能堵注重大臣的嘴 让大臣看到自己对太子的重视 长孙无忌一听这话 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言李世民 确实对魏王李太不一般 超豪华的老师配置 还让他统领京城的兵马 如此荣宠 难免不保证 哪一天李世民会转换心意 改立李太为太子 那个时候 不就把房玄龄害惨了吗 既然说到这了 李世民话风一转 询问长孙无忌 如何看待自己这两个儿子 我是他们亲舅舅 我能怎么看 不过在长孙皇后去世前 曾经嘱咐过 不要废掉太子 长孙无忌现在更希望 维持自己妹妹的愿望 不能轻易更换太子 否则朝廷就会乱 李世民想着自己这两个儿子 无奈地叹息 我开始明白 太上皇当年的心情了 所以 维持太子 李世民下定决心 写了一道首词 郑重地交给了房玄龄 完全回绝了他 请辞太子少师 里程前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摆下了巨大的排场 来迎接房玄龄 以此告诉满朝文武 第一宰相支持自己 是自己的人 吓得房玄龄根本就不去 躲在家里和儿子房一爱 商量对策 现在全天下都知道 李世民喜欢李太 大概率会改立李太为太子 可又把自己任命 成太子老师 这不是把自己放在油上间吗 二儿子房一爱 还宽解他父亲 让他不要太担心 自己是李太的心腹 万一李太当了皇帝 自己能保老爹性命安全 房玄龄懒地搭理他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 既不结交太子 也不结交魏王李太 顺其自然吧 魏征又在劝谨李世民了 原因是李世民这些年 经常动用名利 就是为了给老百姓 找些事情做 怕他们安逸下来乱来 魏征认为这是不对的 老百姓太平了国家才能太平 李世民听了非常认同 让他把这些话写下来 一份贴在后面的屏风上 每天警示自己 另外一份交给史官传承下去 可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一件事 李世民和魏征又发生了分歧 东突厥被彻底消灭后 西突厥开始崛起 他们派出使者 逼迫高昌国国王派 两千人攻打燕齐 如果不答应 就派兵直接灭了高昌 高昌国弱小 国王左右为难 谁也惹不起 他思索良久 只能答应西突厥使者 关闭了所有和大唐通商的共同 打下来燕齐五座城池 掳走他们人口一千五百人 高昌和燕齐都是大唐的蜀国 燕齐被打了 立刻派出使者向李世民告状 请求派兵来救自己 李世民叫来众大臣商量对策 长孙无忌 防玄陵 侯军级都主张打 高昌打燕齐 视同叛乱 李世民是天可汗 天可汗要有天可汗的威严 绝不容忍如此的叛乱 封闭共同 视同宣战 就应该出兵惩罚 魏征却提出反对意见 犯上作乱当然要惩罚 不过要朝廷出兵 对大唐毕竟是个负担 两权相横 毕竟两不相 不不不不 防玄陵站出来反对 他是一个战略大师 谋划能力天下无敌 第一高昌国地处天山南北 是交通要道 视大唐进入西域的门户 当初汉朝与匈奴武征车师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西突厥强势崛起 这几年给大唐造成了太多麻烦 如果朝廷做事不管 他今天敢逼迫高昌打烟旗 明天就会去攻打一武 下一步就是梁州了 李世民身以为然 让侯军及领兵十五万 表面是打高昌 实际瞄准的是西突厥 可怜了高昌国王居文泰 他一心向佛 爱民如此 对大唐一直很恭敬 这次是被逼才出兵 打了几下就回来了 并没有灭掉烟旗 结果李世民直接派了十几万军队征讨他 居文泰把希望寄托在西突厥身上 事情都是他们挑起来的 李英出兵应战 结果西突厥的大寒去过长安 深知唐军的厉害 听说侯军及领着十五万人来了 直接就跑了 居文泰忧虑而死 侯军及轻松灭掉高昌国 李世民也不客气 趁机在那里驻扎军队 设立安息都护府 改高昌国为西州 派出唐朝官吏进行管理 高昌国彻底灭亡 成为大唐领土的一部分 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刘彻 谁更厉害呢 李世民自己给出了答案 汉武帝虽然平定了匈奴 流芳百事 可是代价却是什么 耗尽了国库 嗯 把本来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搞得凋毙不堪 汉朝从此由强盛 转为衰败 而自己呢 消灭了东突厥 打败了土玉魂 吞并了高昌国 威服四海 被周边几十个国家尊称为天克汗 重要的是百姓 依然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 这留给后代的是什么 是一个强大 安定的国家 群臣纷纷表示赞同 只有魏正一脸不屑 又出来扫兴 他认为古来帝王在创业的时候 都知道打天下艰难 知道谨慎处事 采纳群臣的良言 可一旦做了天下 却自情肆意 喜欢听鳄鱼奉承的话 现在刚刚平定了高昌国 李世民功德至盛 但不能忘了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 不能骄傲 要采纳忠言 开直言之路 这把李世民气坏了 今天本来是借平定高昌国的好消息 自己夸夸自己 魏正又来捣乱 他把气撒在了在场所有大臣身上 你们 也不要忘记 古代良臣的为人 推草 房玄龄恨不得抽魏正两巴掌 本来开开心心的场景 就这样被魏正搞黄了 侯军级从高昌国返回了长安 太子李承前和房玄龄亲自去接 现在的侯军级连续两次独立领兵 如今又平定了高昌国 属实有点飘 看到只有太子来接 话里话外透着讥讽 哎呀 我以为回到京师 第一眼就能看到陛下呢 李承前也不恼怒 各种夸奖奉承 他这个太子现在很可怜 并没有朝廷重臣支持 房玄龄名义上是自己老师 但是是个两面派 在自己和魏王李太两边徘徊不定 如果能招揽到侯军级 那么自己实力将会大大增加 庆功会上 李世民跟侯军级开玩笑 非说他这个功劳是捡来的 即使不是捡来的也是高昌国送来的 侯军级也不在意 捡来的送来的 总之是我的 侯军级 在 这次不会有人弹劾你吧 不会 不会就好 免得扫兴 宴会进行中 李承前亲自去给侯军级敬酒 满是恭敬之意 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可侯军级没高兴几天 就有御史弹劾他了 这是唐朝的老毛病 毕竟每次打仗回来也都是被弹劾 这次侯军级也不冤枉 在打下高昌国之后 他没有请示李世民 就把一些没罪的人发配了 又私自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 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盗取金银珠宝 侯军级害怕自己做的丑事被揭发 也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李世民召集大臣商量如何处置侯军级 一眼就看到了太子 正好接机考验考验他 一向唯唯诺诺的太子 当面对如此重大的事情时 一反常态 帝王之术瞬间觉醒 要用他们的智 用他们的勇 用他们的贪 还要用他们的愚蠢 这样 王者才能完成志向 陛下 应该记录那些 微小的功 而忘记他们的过错 他建议饶恕侯军级 这样之后就能再次驱使他 清联不清联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干事 能把事干成 以后这样的将军 和他手下的将士更会忠诚 在场的所有大臣 都对太子的这番言论刮目相看 李世民更是欣慰儿子 能有这样的格局 他立刻下了照例 侯军级手下 所有立了功的将士都奖励 举报侯军级的人也奖励 此时 前几天还立下巨大战功的 侯军级被带了上来 可怜兮兮的 手上带着镣铐 被两个士兵低溜着就进来了 李世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严厉地训斥了他 让他退下 变相地赦免了他的罪过 侯军级一肚子委屈 无处发泄 对李世民充满了怨恨 李承前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要与侯军级来一场 开诚不公的交流 让他完全支持自己 而交流的起点就是玄武门之变 侯军级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功臣 李承前抱着学习的态度 诚心地询问当年自己父亲 是怎么干掉他大伯的 当年尹太子和海灵王并不弱 陛下其实处于下风 玄武门是显胜 当年李世民手下 只有他们十来个人和八百侍卫 而李建成统治金师 又有长陵军三千 力量悬殊 所以谋划之下 是变选在太极宫内 这样就把金师的军队和长陵军 阻隔在太极宫外 让他们无用武之地 玄武门内只有李建成和李元吉 就能轻松对付了 这都是防玄灵的谋划 李承前虚心求教 他还有一个疑问 太极殿内 还有他爷爷李渊的几千禁卫军 这些人恐怕也难以对抗吧 侯军吉微微一笑 这还是防玄灵的谋划 也就是 邪指太上皇 这样无论宫中有多少禁卫军 都会投鼠忌器 不敢轻举妄动 而当时侯军吉就是干这个脏活的 他亲自率兵 把李渊围困在海石的船上 李承前越听越兴奋 他现在的情况 跟当年自己大伯的处境一样 但他不是他大伯 他要先发制人 让自己老爹李世民也当当太上皇 那就让他做太上皇好了 好像我爷爷那样 侯军吉还很犹豫 毕竟这是谋反 对手还是李世民 他太知道李世民的厉害了 李承前许下众诺了 我即位大唐皇帝 一定拜侯将军 为三公之太位 为己认真 这个诱惑太大了 侯军吉面露喜色 爽快地答应了 一场今天阴谋开始酝酿 太子李承前和李世民真正的决裂 来自于一个较称心的人 他从不说话 男装打扮 帅气逼人 李承前对他宠爱得不得了 每天跟他私混在一起 一起睡觉 一起玩耍 可这件事还是被魏王李太捅了出来 魏王编完 扩地质 主动拿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李家第三代 终于成了学问之人了 李太表示这部书得到父皇认可之后 已经准备好编转下一套书了 不过你再编书的话 还是需要钱吧 去 我下吃令 给魏王府再拨钱 说完这些又想到魏王府还是太小了 编起书来不太方便 就让魏王李太直接搬到武德殿 那里地方大 编书也方便 李太磕头谢恩 高兴地往武德殿搬家去了 旁边的储碎梁感觉不妥 按照李治 应该长幼有别 幼子不应该超过兄长 即使皇帝心疼幼子 也不应该超越 这样可以避免祸患 魏王府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东宫 魏征也表示不能让魏王搬到武德殿去 武德殿离太极殿特别近 会给大臣们传递不好的信息 而且当年李源吉就住在武德殿 大臣们更会议论纷纷 李世民此事犯了和他老爹一模一样的毛病 而根子特别软 左右摇摆 两个大臣一劝 他就同意了 立刻下令不让李太搬进武德殿 此时的李太正开心地指挥家丁搬家呢 基本都快搬完了 想到武德殿背后的含义 不禁偷偷发笑 传旨的太监赶来 宣读了皇帝的旨意 让他重新搬回魏王府 犹如给李太泼了一盆凉水 给了别人的东西又要了回去 这时李太愤怒异常 认定一定是太子的人从中作乱导致的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决定打击报复一下自己的好大哥 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李太早就知道太子宠幸称心的事情 之前为了维护表面的团结 没向父亲告发 这回再也不用隐瞒了 直接告发了此事 李世民知道后派卫兵跑到李成前府中 太子殿下 李下首持在此 捉拿东宫妖女称心 与太子无赦 然后直接在李成前的床上把称心斩杀了 李成前气得满脸横肉 对自己老爹怨恨到极致 杀了人 李世民还不解气 把李成前叫到面前 拿起马鞭 狠狠地抽了下去 你这个不争气的 你到底是什么 挨着打李成前的怒气也达到极致 他猛地转身 鞭子直接抽在了脸上 把眼打伤了 李世民这才精具地停了手 你想立魏王取代我为太子 你让他住进武德殿 成前 请陛下成太子 李成前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 父子俩正是决裂 晋王李治的情商有多高 舅舅长孙无忌来看他 车还没到门前呢 他就小跑着出来迎接了 长孙无忌一下马车 他又小跑上去 像仆人一样扶着舅舅下车 长孙无忌打量着这个亲外生 重新审视了一番 长孙皇后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太子李成前 魏王李太 晋王李治 李治年纪最小 文文静静的 每天都在读书 在这场惨烈的夺敌之战中 朝中所有大臣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李成前和李太两人身上 李成前是敌长子 天生的正统地位 长孙皇后生前一直力挺他当太子 因为妹妹的缘故 长孙无忌也偏向这个大外甥 可这个大外甥整天游猎 不务正业 还派人殴打老师 非常不得李世民喜欢 而魏王李太文质彬彬 喜欢读书 还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一起编书 李世民最爱这个儿子 唯独静王李治好像透明人一样 没有人注意 直到楚岁良看到了他写的字 惊为天人 字里行间具备帝王之气 立刻找到了长孙无忌 把字眼拿给他看 长孙无忌这才想起这个外甥 懊悔不已 之前就怎么没注意到他呢 赶紧驱车前往 要正式地看看这个小外甥 李治表现得乖巧至极 扶着舅舅坐下 帮他拿胡椒 小心地照顾着 等舅舅坐好 暖心地询问两个哥哥最近怎么样 他们没有你乖 李治陪着呵呵傻笑 想起来自己这有胡桃 自己舅舅最爱吃胡桃了 赶紧拿了过来 要亲手给舅舅包着吃 看着这么懂事的外甥 长孙无忌哈哈哈哈地傻笑起来 结果乐极生悲 手指不小心扎破了 李治顿时慌了 不假思索 拿起舅舅的手指就吸了起来 帮他把血吸干净 李治的眼一直没闲着 看到舅舅一动的时候 腿脚好像不方便 立刻俯身帮他捶腿 舅舅 我一会儿去给您取一些 专着风寒的草药 看着认真捶腿的李治 如此孝心 把酒精风霜的长孙无忌都感动了 两人又聊起了 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话题 长孙无忌夸奖他修身做得特别好 问他对治国平天下怎么看 我想啊 我只修身好了 治国平天下 那是父兄的事 长孙无忌一时弄不清这个外甥的心思 他重新要来了李治的字 说起他的自有帝王之气的事情 借此来试探外甥的心思 李治回答得小心谨慎 深得长孙无忌的认同 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长孙无忌包了一大堆胡桃 开心地走了 从此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帮助李治登上皇位 而李治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姨娘五才人 也就是未来的武则天 此时他刚嫁给李世民没多久 帝王气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只有一点吗 你还想要多少 我只想要姐姐 你有这份心就好 武才人也开始给李治出谋划策 帮助他走向皇帝之位 李治这匹黑马即将杀出 一代名臣魏征即将去世 李世民带着太子李承前 来看他人生中最后一面 魏征拖着病重的身体 非要穿戴整齐 来参见大唐皇帝 魏征已病入膏肓费尽全力 衣服也就穿了一半 李世民就走了进来 看着惊慌失措的魏征 泪眼婆娑 陈魏征一贯不正 乌烟一堆 魏征跪在地上 充满歉意 他不能再俯佑太子了 也不能再直言劝谐陛下了 看着这样的魏征 李世民也跪在了地上 他对魏征一直又爱又恨 虽然魏征总是让自己为难 可真要没了他 自己心里也一直空荡荡的 现在这里的一切 屏风桌椅被褥全是李世民赏赐的 花样也都是魏征喜欢的 魏征不禁感叹 李世民懂他的心思 但是他从来不懂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像一个古代的寡妇 照顾不好自己的儿女 却忧虑着社稷宗姓的存亡 李世民让他放心 大唐已经二十六年了 贞观也有十七年了 先生 可以放心社稷 既然魏征没办法顾忌上自己的孩子 就让李世民为他们做点事情吧 我要把恒山公主 嫁给你的儿子 属于 魏征感动不已 全家磕头谢恩 晚上的时候 李世民做了一个梦 梦到在朝会上 魏征率先出列 向他正式败别 然后离开了 再也不回来了 李世民想把他叫回来 可怎么叫也叫不回来 梦醒之后 钟声响起 传来了魏征去世的消息 这个整日对他跟他作对的人就这么离去了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左光路大夫 太子少师 郑国公魏征逝世 享年六十四岁 李世民特别厚待他 给他一品官员的待遇下葬 灵鹫上妆上羽毛 这都让魏征夫人拒绝了 他遵从魏征生前的遗愿 用部车乘载灵鹫 简单下葬 李世民站在高楼上 郑重地跪下 朝着魏征埋葬的地方 磕了一个头 以表示对这个臣子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帮助 他不禁感叹 邻赵铜镜 可以调整一关 一股违镜 可以知道朝代兴听 以人违镜 可以明确得与诗 魏征走了 这就少了一面镜子 可时间久了 李世民对魏征的感情就淡了下来 这一日李世民和楚遂良房玄灵聊起起居住 楚遂良趁机说了一件李世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 魏征每次的建议都留有原稿 已被编撰成集流传于世 编作文集 是啊 将来留有名气的是魏征 作为 征官盛世 将来天下未必记得陛下呀 李世民越想越生气 于是下令取消了衡阳公主和魏征儿子的婚约 并把魏征的墓碑推倒 砸了一个稀烂 直到多年以后李世民才感到后悔 重新给他树立墓碑 这是唐朝皇室的第二次兄弟相残 第一次是李世民杀掉李建成 属于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这一次是李成前要杀魏王李泰 也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李成前叫来自己的亲信守卫和干成基 派他去杀自己的弟弟魏王李泰 这个李泰太受李世民喜欢了 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 实力也越来越强 再不除掉他恐怕会被他掀下守卫墙 和干成基问他 要这个弟弟是失守分家呢 还是保有权尸 李成前闭着眼睛想了想 毕竟是亲弟弟 还是给他留个权尸吧 吩咐完这一切 李成前来到了称心的灵魏前 告诉他一切都是为了给他报仇 李泰是第一个 他是告密者 紧接着就是自己的父亲李世民 他是第二个 是他派人杀了称心 杀了李成前最爱的人 和干成基还是很专业的 既然要保有权尸 就只能用弩剑了 他亲手做了一张弩 把剑投磨得亮亮的 一剑射出去 把两指后的木板都射穿了 明月高悬 夜深人静 和弹成基潜入到李泰的门口 架好弩剑 等待最佳的射击时间 而李泰还在为了除掉称心 而得意洋洋 只见弩机一响 一支锋利的剑射了出来 可惜射歪了 擦着李泰耳边飞过去 射在了后面的屏风上 李泰惊慌失措 趴在了地上 高呼有刺客 和弹成基来不及补第二剑就跑了 第二天 李泰就跑到了李世民跟前 跟他告状 说起自己被刺杀的凶险情况 请求父亲严查 李世民一边看着奏章 一边敷衍地应付着 李泰质问父亲难道没想过 这是是何人所为吗 想过 没想出来 父皇 这不是你想不起来 李世民何尝不知道 最大嫌疑人是谁呢 天底下有几个人敢刺杀亲王呢 又有几个人能在李泰遇害后 得到最大好处呢 李世民不敢想出那个人的名字 毕竟是自己的嫡长子呀 兄弟相残让他这个老父亲如何决策 他只能把李泰打发走了 李成前终于要对自己父亲下手了 他逼迫手下们划破自己的手掌 纷纷力誓言 让大家效忠于自己 我们这里距离太极公 只有二十步 我们可以随时杀进去 李成前不是傻子 他不会直接带领这些人 杀到太极公跟李世民死磕的 他让侯军吉和李安言 每天都报告李世民的一举一动 同时他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轻松把父亲李世民干掉 只要搞定了李世民 自己是太子 名正言顺 就能顺利继位 同时京城外边有汉王李元昌 京城里面有大臣侯军吉 两者都鼎力相助 得到皇位一如反掌 可天有不测风云 也许是李成前运气不好 之前派去刺杀 魏王李泰的合干成姬被抓了 这个人自知刺杀亲王是灭九族的大罪 为了戴罪立功 什么都说了 魏王是太子的第一个不明 卫兵们按照合干成姬提供的名单 一抓一个准 上至李成前侯军吉 下至房一爱 一个都没跑 全都被抓了 侯军吉被抓之后 别人审他 他什么都不说 李世民决定亲自问他 侯军吉也是嘴硬 只说自己的赫赫战功 就是不承认谋反 直到卫兵带来了他的女婿赫兰楚时 赫兰楚时把他们谋反的事 非常详细地说了出来 侯军吉就在其中 眼看证据确凿 侯军吉承认了一切 贵等李世民处罚 李世民又心软了 侯军吉是他的亲信嫡系 从靖阳起兵就跟着他 立下战功无数 侯军吉是功臣的 我不忍心按律法来处置他 当年他的亲信党人红 高增生也都犯了重罪 他请罪于天 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如今他还想如法炮制 赦免侯军吉的死罪 长孙无忌当场就不答应了 高增生无告以惊 当同谋反 这一次确实是真的谋反 大臣们都不答应 这次是谋反大罪 不可能免于死罪的 李世民只能哭着跟他告别 想他的时候就去林燕阁看看他 那里有他的画像 接下来就是处置汉王李渊昌了 这是李渊的儿子 李世民的弟弟 年仅25岁 李世民还是想饶他一条活命 房玄林又反对 都是谋反罪 侯军吉都死了 李渊昌又怎么能活呢 天下岂不会议论 为了保住李家的颜面 让他在家中自尽 不过赦免了他的母亲 妻子和儿女 并没有大肆逐连 这次谋反的党羽还有渡河 赵洁 李安衍 将他们全部斩首 这些人都跟李世民 有很深的渊源 渡河 他是如晦的儿子 还有这个赵洁 是我姐姐 长平公主的儿子 说到哪一个 我都心疼了 李世民痛哭流涕 对他一个重感情的人来说 给他们定罪真是太难了 但最难的还是 自己的嫡长子李承钱 李承钱谋反失败后 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对自己的父亲已经毫不畏惧了 谋反大罪自己几乎死定了 在死之前 他一定要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发泄出来 他质问父亲 自己身为太子已经十八年了 在太子之位上做错过什么 应该没有 那在太子之位上贪图过什么 应该没有 我对得起太子之位 他又问如果将来自己当皇帝会是昏君吗 我担心的 正是这个 李承钱也不恼怒 他又继续问实质性的问题 是担心自己处理朝政有问题吗 李世民想了想 这个儿子处理朝政能力还是很强的 那难道是担心自己的品德吗 对 你担心错了 十八年来 我性格未敢 十八年来 你认为我处理朝政尚好 十八年了 十八年来 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品德 不会影响我处理朝政吗 李承钱终于问出了最让他难以释怀的问题 为什么偏袒魏王 李世民竟然无言以对 你偏袒魏王 朝野议论 你是知道的 你让魏王住进武德殿 武德殿是什么地方 你也是知道的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 李承钱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说着以前自己受的委屈 而这一切都是父亲李世民的错 是他在自己是太子的情况下 各种偏袒魏王 各种待遇规格超过自己 让朝臣摇摆不定 让自己担惊受怕 发泄完李承钱扭头就走 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看着李承钱一瘸一拐地离开 李世民无助地失声痛哭 他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公元643年贞观17年4月初六 李世民下诏霸出太子李承钱 贬为平民 他最终还是心软饶了自己儿子一命 不过新的问题来了 新的太子会是谁呢 李世民叫来长孙无忌跟他商量 他认为太子之争结束了 新的太子当然是魏王李太 长孙无忌竟无法反驳 只能喝水思考对策 他要凭一己之力 把金王李治推上太子之位 他找到一份魏征生前没写完的奏章 开始说起对魏征的看法 他是一直看不起魏征的 他们两个不是一种人 魏征说的话都很有道理 但是道理太大了 大的没有错误 照他的道理去做事 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魏征的道理只对君王有效 那么天下应该按照什么道理去做呢 李世民沉思一下 认为是孝 大唐应该以孝治国 孝不是青鸟的长处 他的长处是读书 而晋王李治的长处却是孝 大唐现在以文治国 孝与不孝就比其他的长处重要 李世民频频点头 觉得很有道理 不过他还是要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 我问你会怎么对待你的弟弟们 比如 治奴 这个很简单吧 等我去世以后 我就杀了我的儿子 传位给治奴 李世民听完面色凝重 陷入沉思 李太几次呼喊他都没听到 只是随口答着也好 片刻之后才清醒过来 我是说你当太子也好 李太听完直接扑倒在李世民怀里 失声痛哭起来 看来这番言语完全感动了自己老爹 心已已久的太子之位终于到手了 而武才人一直都在旁边伺候着 两父子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找准机会就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李治 让他赶紧找长孙无忌商量对策 李世民只是嘴上答应 现在行动还来得及 长孙无忌听完气得把书扔在的地上 让李治哪也不要去 就留在自己的府上 随时听从召唤 他自信满满 决定力挽狂澜 李世民经过这一系列打击 好像苍老了十几岁 憔悴得不成样子 而且又受风机折磨 浑身疼痛难忍 根本坐不起来 一觉醒来 看到长孙无忌带着几个大臣 已经等候多时了 他和长孙无忌聊起了魏王李太 昨天青鸟围在我的怀里 他说他只有一个儿子 如果他死了 他说他要杀掉他的儿子 把皇位传给制奴 天下谁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听了 我这心里难受啊 长孙无忌慌忙地问 是否答应他做太子了 李世民羞愧地点了点头 楚岁良一下子急了 立刻站出来揭露了这个谎言 这怎么可能呢 假如李太当了皇帝 一定会处理掉京王李治的 李承前和李治都活不了 长孙无忌认为千万不能立魏王李太为太子 应该叫来李世纪和房玄灵 重新商量立太子的事情 李世民无助地点头答应 得到应允的长孙无忌立刻安排人去叫房玄灵他们 同时派人去叫京王李治 越快越好 魏王李太的人还想跑出暴行 被长孙无忌叫住了 关键时刻他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跑出皇宫暴行 李世民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 突然处在癫狂状态 拔出宝剑 疯狂地质问在座的大臣 你以为你不会背叛我吗 还有你 几个大臣抱住李世民 楚岁良把宝剑夺了下来 长孙无忌抓住时机 叫来京王 一切都是那么合适 合适的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 李世民直勾勾地看着这个儿子 这个曾经一直忽略的儿子 也许他当了皇帝 他的所有儿子都能活 这孩子可以当太子 陛下英明 我们不反对 不异议 谁要反对 陛下 吃我这样 刚进来的房玄龄和李世姬一脸猛逼 魏王的人不停地摇头 李治就这样当上了太子之位 长孙无忌对李治能当上太子功劳有多大 他先是让李世民口头答应 立即王李治为太子 但是又怕李世民反悔 立刻建议召集百官大家一起商量 李世民答应了 此时的长孙无忌是最忙的 他小跑着挨个查看上朝的官员 确保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人 等李世民上了朝 城前 无忌 李太 凶险 这两个 都不可以当太子 朕要 再选一个 这次 你们选吧 长孙无忌站起来 扭过头给了自己人一个眼色 立刻有人高呼敬王 接着不断有人跟着喊起来 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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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在长孙无忌的预想当中 他赢了 房玄灵也无可奈何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如果李太做了皇帝 李承前和李治都会送命 而李治当了皇帝 他的儿子们都会过得很好 太子的位置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时传来消息 魏王 李太刚刚得知发生的一切 现在率领一百多名卫兵到达了皇宫门口 群臣哗然 李世民此事很镇定 他决定让房玄灵去处理 长孙无忌慌了 司空去 不 不 不太方便吧 房玄灵虽然没明确表态 但一直都被认为是魏王的人 他去至少不会闹出更大的乱子 把损失降到最小 他把李太单独叫到了北院 让他乖乖地留在这里 没有皇帝的手持哪里也不能去 李太还想争一争 你就不担心你的儿子吧 你 你不乱说乱动 或许 还有希望 李太失声痛哭 这一局他输了 输得彻底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日 李治正式被立为太子 同时立司徒长孙无忌为太子少师 司空房玄灵为太子少府 萧羽为太子少保 兵部尚书李氏纪为太子公瞻氏 朝中最有权力的大臣都被封为了太子的老师 来稳固李治的地位 同时免去为王李太拥周牧 向周都督 左午侯大将军等官位 将决为东来郡王 原为王府官署全部贬到岭南 李治当了太子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两位兄长求情 这两个兄长被贬的时候 身边只有随身的衣服 非常可怜 能不能对他们网开一面 李世民很开心 让李治自行安排 看着他们缺什么 就准备什么吧 喧喧闹闹的太子争夺战终于尘埃落定了 李世民也被整得疲惫不堪 他专门来到了父亲李渊的皇陵前 向他忏悔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他也理解了当年父亲的处境 我明白了 父亲 你当年 有多难 李世民真是越老越糊涂 一句话坑死他一个儿子 这话都把长孙无忌弃了了 立个太子总是这么摇摆不定 就因为他的摇摆 李承前和李太已经倒霉了 陛下您还想不乱吗 您是不是还想 再乱一回啊 李世民感觉李治性格太软弱 不够强悍 害怕他将来被别人摆布 他对长孙无忌也起了疑心 你是不是因为 李克不是你的外甥 你就不同意 是不是 长孙无忌也没办法 现在的李世民多疑 优柔寡断 他只能耐心地讲道理 太子是未来的储君 是一旦有意外 未来要全面执政的人 这样的人换来换去 是要出事的 李承前和李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李治人厚 他是守得住文治的江山的人 李世民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他这番话却无意间 给自己儿子李克带来了杀身之祸 长孙无忌不是善类 为了稳固李治的太子之位 他无所不用其极 先是让亲信处遂良想办法 打压李承前和李太的救荡 让他们不再受重用 免得他们哥俩尤其是李太东山再起 但李承前和李太毕竟是自己亲外甥 属于至亲之人 对他俩并没有下杀手 李克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算什么东西 隋杨帝杨广的女儿杨飞生的孩子 长孙无忌可就不客气了 多年以后 他找到一个机会就把李克害死了 这一天 群臣们围着地图议论纷纷 原来墨北出事了 墨北的克汗病重 他弟弟薛颜陀趁机独揽大权 召集所有的士兵 宣称要举行一次大的演练 同时摆上酒席 邀请所有的陈属一统参加阅兵 席间他突然发动攻击 把一百多名大臣都杀了 之后闯入大帐 又把墨北的克汗给杀了 还把他的尸体砍成树段扔进了河里 现在薛颜陀控制了墨北 截断了北方各蜀国向大唐进贡的道路 把所有给大唐的贡艇全都抢去了 薛颜陀这个人身材高大 性情凶暴 身带五把配刀 左右侍从不敢抬头看他 上马下马 常常让高昏贵族趴在地上 薛颜陀踩在他们背上当做马凳 薛颜陀的狂妄还不止于此 他还攻打周围国家 已经打下了两座城池 李世民气坏了 这些国家都是自己的蜀国 打他们就是打自己 而且这个薛颜陀是军报政 应该派兵去讨伐 于是他下旨 亲率大军去讨伐这个薛颜陀 让他亲自领略一下 什么叫做天克汗的雄威 李世民年纪很大了 又有严重的风级 身体非常不好 可却执意自己领兵征伐末背 群臣为了他的安全 纷纷劝他不要去 一个小小的薛颜陀 派个将军 再派四五万士兵就可以了 没必要皇帝亲征 可老年的李世民很固执 就是不听 李静来劝 他不听 玉池静德来劝 他还是不听 最后长孙无忌来了 耐心劝导 李世民才跟他说了实话 一切都是为了太子李治 他认为李治太软弱了 要锻炼他 我也让他知道 打和支 都不容易 有了这场战事 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征教民力 判断战机 考察官吏 这些 在太平年间是学不到的 明白吗 长孙无忌听这话的意思 是要把太子留在长安呀 那可不行 太子留在京师处理朝政 太危险了 这奴他没有经验呢 很容易被人挟持 挟持 这太子要是被人挟持 后果不堪设想 李世民一想也对 就把李治带走 跟随他上战场 正好锻炼他的性格 留下房玄龄处理朝政 长孙无忌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房玄龄 害怕他搞什么小动作 再多留一个人吧 房玄龄我放心 长孙无忌 还是建议留下萧宇 萧宇是个喇叭 看不惯的事情就会说 房玄龄处事 就会有所顾忌 李世民很了解房玄龄 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有时候自己发脾气 他经常面无人色 留下萧宇 很有可能让房玄龄 谨慎的无法做事 这时候就体现出 李世民巅峰的全谋 和极致的用人之术 他把萧宇留了下来 但是把他派到洛阳 房玄龄留在京师长安处理正事 这样寄给了房玄龄一定的自由度 同时一旦出现意外 洛阳的萧宇也是一道巨大的屏障 李世民就这样拖着年老的躯体 带领强大的唐军 向漠北出发了 房玄龄留在长安 全权处理朝政 结果没过几天 就来了一个人 点名要见房玄龄 说是要告发一个人 你要告谁 告司空大人 也就是你啊 房玄龄糊涂了 既然要告发我 却又来告诉我 其中必有蹊跷 此时整个长安城都在自己手中 朝中大事都有自己决断 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这种位置太受人记恨了 一旦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点坏话 很容易被诬告成谋反 想到这房玄龄一阵后怕 为了证明自己磊落 不再询问这个人一句话 直接派人把他送到李世民跟前 让李世民亲自去审讯 李世民正驾着马车走到半路上 看到房玄龄送来的信件 顿时不高兴了 果然是谨慎地过头了 自己已经全权让他负责 这么小的事情还送到自己这里来 把他留在长安何用呢 李世民亲自审问那个告密者 结果一番查看一下 发现那个人竟然是个傻子 把李世民气坏了 他目录杀鸡 直接让卫兵把这个告密者拖下去杀了 你转告司空 我只提他处理这一件事 没有第二次 房玄龄也借此吃了一颗定心丸 从此安心地处理正事 把整个朝政弄得井井有条 李世民亲征血盐驼 到了定州 马上就要到幽州 他执意要带太子李治去战场看看 我要让他到江场上来看一看 看一看兵哥是怎么回事 长孙无忌却很担心 兵哥之地 皇帝和太子待在一起 一旦战场上出点意外 那可就被敌人一窝端了 整个国家也就危险了 长孙无忌看定州这个地方就不错 静可以到漠北战场 退可以回到洛阳长安去 可以说静退自如 可以让太子留在定州 李世民还是想让太子离战场近一些 留在幽州 感受一下战场的氛围 幽州自古是征战之地 无险可守 不如定州 李世民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 最终还是把太子留在了定州 越往北走 路途越是艰辛 尤其是赶上下雨天 道路泥泥 马车陷入泥土中 很难拉出来 他们一路艰难行走 总算到了战场 取得的战绩还是很明显的 大唐军队在漠北中部地区 长驱直入 一路迎战贼旗 击毙和重创敌人八万一击 可在漠北作战 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凶狠的血烟驼士兵 而是寒冷的天气 后续的粮草和生病 岑文本跟着一路行军 身体终于熬不住了 在工作的过程中倒了下去 再也没有站起来 李世民也是身心疲惫 他又想起了魏征 如果魏征还活着 一定会阻止自己出兵攻打漠北的 也许这次出征是自己错了 一向打仗很有猛的李世纪大将军也病倒了 怎么治也治不好 医生给出了一个偏方 我有个偏方 说是龙须的灰能治疗 李世民一想 这不是在说自己的吗 自己是皇帝就是龙 想罢直接拔出随身匕首 把胡子割了一些 交给御医赶快做药 这把病入膏肓的李世纪 感动得一塌糊涂 谢陛下 救命之恩 从此更加对李世民感恩戴德 李世民也趁机把太子托付给了他 墨北的天气最大特点就是寒冷 足够的寒冷 经常大雪纷飞 李世民萌生了退兵的念头 梁草跟不上 雪地根本无法前行 士兵将军们都大规模生病 不退兵也不行了 许多将军都反对 他们出来一年多了 回去前功尽弃 太可惜了 李世纪亮亮呛呛从营帐里走出来 他同意退兵 李世民又想起了魏征 如果他还活着 一定会阻拦自己出兵 想到之前魏征的墓碑都让自己砸碎了 感到很后悔 回去以后 到魏征的墓前 以少劳祭奠 砸了的墓碑 重新树立 陛下 你为什么变得如此顽固 魏征走了 你就不听人劝了 魏征在的时候 你言听计从 大唐功臣高世连去世了 李世民执意要去灵堂 为他调丧 方玄灵跪在地上哭着祈求他不要去 李世民刚刚大病出狱 直接参加葬礼很不吉利 在古代人眼里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 可李世民可不信这一套 高世连不只是自己的功臣 更是自己的亲戚 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舅舅 把他俩抚养长大 也算是自己的舅舅 而且从静阳起兵到玄武门之变 高世连一直坚定地站在自己身边 这种情谊怎么能不去送他最后一程呢 他不离跪在地上的防玄灵 直接让人把自己抬到了灵堂外面 太子李治上前阻止 被李世民直接拨开了 魏征走了 唯一能劝阻李世民的也只有长孙无忌了 您刚服金时药 不要犯这个忌 不可以吊丧啊 我犯的忌多了 不再这一次 让我过去看一下高世连 不怕不能啊 长孙无忌使劲拦着 可根本拦不住 李世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自己的老朋友 想最后看他一眼 送他一程 我的身体 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随他拒 眼看李世民实在是拦不住了 长孙无忌所幸躺在了台阶上 要想过去就从自己身上 踏过去吧 他质问李世民为什么魏征走了 你就再也不听人劝了 陛下 难道没有魏征 就没有李世民吗 陛下 您得听人劝呢 李世民看着泪流满面的长孙无忌 也知道他们都是为自己好 自己也确实越来越固扯 这番话也点醒了他 他只能在灵堂外面 简单祭拜了一下 就被长孙无忌拖着回宫了 李世民感到自己身体 越来越不行了 在最后的时间里 他要多教太子一些东西 要多读史 向古代帝王学习 学高能达到中 学中只能达到低 他还深刻地反思了自己 其实自己内心是喜欢奢侈的 喜欢巡视 给百姓造成了不少负担 他告诫儿子李世千万不要学自己 统一天下是我的功劳 你没有我的功劳 却要继承我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李世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 郑重地告诉他 江山设计势力难失忆 帝王的宝座失忆难得 一定要谨记啊 在旁边服侍的武才人 也默默地记下了李世民的这番话 他将来也会成为大唐江山的主人 也会治理这个国家 陛下 您如果信任我 我会压制房玄灵 长孙无忌警评几句话 就从房玄灵手里接过了权力 从此属于长孙无忌的时代开启了 原来李世民身体越来越差 就算从床上坐起来都很艰难 长孙无忌建议他放权 不要全面掌管朝政了 把一切都交出去 这样静养调息 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 李世民也是这么想的 交给制奴 我不放心 我想交给你 长孙无忌抑制住内心的狂喜 越到这个时候越得谨慎 因为他面前还有一座大山 那就是房玄灵 执掌朝政二十多年 办事妥贴 是李世民的绝对心腹 他小心地试探道 房玄灵在 李世民叹息一声 前几天大臣萧宇曾经状告房玄灵 说他勾结党羽 自己虽然不相信 但不能不防备 长孙无忌开始说起自己的看法 房玄灵当左仆业 掌控朝政的时间太长久了 长久之后 做起事来就会重用自己很熟悉的人 房玄灵 您可以相信 就是他手下的人 如果出了差错 您说是房玄灵的错呢 还是 他手下的错 小错积累起来 就是大错 长孙无忌真诚地对李世民说 如果您信任我 我可以压制房玄灵 他们两个都是李世民的清醒 在玄武门之变中 他们两个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两个人之间没有芥蒂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人脉有格 有格就很难做事了 李世民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 坚定地对他说 二者之间 我选你 第二天 李世民下诏 命长孙无忌设理 简教中书令 之上书门下醒世 军国术士 无论大小 既有长孙无忌处决 然后奏文 属于长孙无忌的时代 终于来了 他终于压过了 自己的老朋友房玄灵 没过多久 在翠微公养病的李世民就接到消息 说是房玄灵快不行了 他心里一阵难过 手里的经书都不禁一间掉落了 李世民赶紧跑到他家里 去看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此时房玄灵的二儿子房医 爱和儿媳妇高杨公主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散漫地待着 只有大儿子房医职贵的笔直 为自己的父亲伤心流泪 房玄灵看到李世民来看望自己 很是感动 李世民看着这个陪伴自己将近一生的朋友 失声痛哭 公元648年 贞观22年7月24日 房玄灵去世 年70岁 李世民与其陪葬于昭灵 世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他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赶紧叫来理智交代后事 方玄灵 杜如慧 魏征 都走到了我的前面 我本想把他们都留给你 可是现在 只剩下你舅舅长孙无忌 楚遂良 李世纪三个人 李世民给太子李治留下了三名托孤大臣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 是他一手扶持其李治 所以对他来说李世民很放心 楚遂良是长孙无忌的人 由长孙无忌一手提拔 也不用担心 只有李世纪 他本名姓徐 叫做徐世纪 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徐茂公 因为立下了功劳 才被李渊赐姓为理 李世纪这个人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是最麻烦的 你对他没有恩德 你继位之后 恐怕他 难以效忠你 这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李世民打算把他贬到拢西去 不需要任何理由 如果他马上离开长安 李治继位之后 就着生他为仆业 这样对他就有恩了 他就会效忠于李治 如此下来 李治就有了三个能力特别强的大臣 三个大臣 都是社稷之臣 有他们在 至天下无忧 如果李世纪拖延 就把他当场杀了 这句话下的李治心惊胆战 李世民让李治赶紧去办 同时让他把他自己的人都叫回到长安 提前做好继位的准备 李世纪听完自己被贬到谍州的诏书 二话没说 直接领指谢恩 他走出大殿 发现太阳格外的刺眼 他知道李世民病重 现在是万分凶险的时刻 身后时时有小太监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李世纪和仆从出了皇宫大门 连家门都没回 直接就奔谍州去了 因此也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 还剩下的老臣就是李靖了 他也重病缠身 老得不成样子 在红服女 老虎 昆仑奴的陪伴下 李靖刻然尝试 享年七十九岁 李世民也让人把他埋在自己陵墓旁边 李将军啊 路上 真重啊 李世民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可他还在担心很多事 他叫来长孙无忌 用手指在他手上写着字 李靖将军后葬了 后葬了 按宫里的最高的那个规格 后葬的 啊 李世民 他走了 没有回长安 李世民还在不停地画着字 嘱咐着朝政 嘱咐着天下 长孙无忌莫名地心疼 泪流满面 李世民平静地睡了过去 长孙无忌哭得气不成声 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了 太子李治嚎啕大哭 悲痛欲绝 长孙无忌安抚住了他的情绪 拉着他的手 一步一步走向皇位 贞官之志正式结束了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贞官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六日 出唐第二代帝王 太宗李世民 并是于中南山翠威宫 年五十三岁